好,各位老師早晨,歡迎你們今天天氣好,歡迎來參加我們今次第一屆禮文化教學獎勵計劃的得獎學校的分享會 在過去一個學年裏面我們這個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有二十多間學校參加,都是很精彩的 我們在其中經過我們評審團的參考,我們選出了八間學校獲得卓越和優秀的教師獎 我們就安排了這八間學校中小學分開四場來跟大家分享他們的很珍貴的經驗 使得大家可以知道這個推廣禮文化的教學設計裏面 有一些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也可以為大家提供一個參考 在接下來第二屆的比賽裏面有些經驗和角度可以去參選的 今天我們在這個分享會的第三場,我們今天邀請了優秀教師獎獲得的九龍真光中學 還有卓越教師獎獲得的九龍真光中學,以及優秀教師獎獲得的九龍真光中學 在分享他們的經驗 所以時間很寶貴的長話短說 我們也有每一場每一間學校分享之後 有我們的評審委員的代表 今天我們請到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盧明東教授和教育局質素保證組專業顧問 和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學組專業顧問 和歐彥文女士做評判 好 那我就把時間交給九龍真光中學他們的教師團隊 梁正雲主任張敏老師 戴惠元老師和錢晶來老師 他們幫我們分享他們的寶貴經驗 我們把這個時間交給他們 早安 梁博士 盧教授 唐太 裘錦秋中學的老師和各位語會的校長 老師 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九龍真光中學的 我才介紹的是梁正雲老師 接下來也有另外三位老師會和大家一起分享 分別是張敏老師 錢晶來老師和戴惠元老師 剛剛梁博士提到我們談了一些寶貴的經驗 只是一些實踐上面的一些小小的做法 當中都會有一些不周之處 如果有些什麼做得不妥當的地方 都希望大家多多指正 但我們都很榮幸和很開心 有機會可以在今天的機會 和大家分享一些推廣米文化的經驗 因為這個實在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教育工作 不如在開始之前 讓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學校 其實真光本身就在1872年 在廣州創立的 我指一算 其實今年已經是我們150周年考慶的日子了 我們的創校的校組是拿下麗女士 她本身是一位傳教士 當年赤身來到廣州 開辦這個真光 懷著一夥仁愛之心 她很希望弘揚基督的博愛精神 同時她也很尊崇中華文化 所以當時一直以來 我們真光教育的使命 都很希望能夠弘揚中華文化 亦都很希望以基督化全人教育作為一個使命 多年以來 雖然已經擴充了150年 我們作為老師 亦都不忘先賢的一個使命和教育 一度就希望去辦學 我們的校訓是五個字 就是以賴世之光 那個以字就是你的意思 整句說話其實就是你們是世界上的光 那怎樣能夠成為世界上的光呢? 要在今開始裏拿很多個五星星 還是能夠成為一個名成理就的人士呢? 那當然我剛才說的都是重要的 但我們更加有一個很強的訓練 很希望能夠讓學生能夠在品德上面 有一個收養和成長 在那個學習的過程之中 那所以我就很希望 學生能夠下法基督 榮神益人 一直以來我們都是以樹德納人 發揚真理作為原因的 那所以因此以來 九龍新光中學呢 一直以來都有一套 系統和全面的品德價值教育的架構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簡報上面有一個表 那這個表呢 其實就是 剛才提到我們在南中國創校 那所以其實真光呢 有很濃厚的文化根源的 那我們一直以來都以中華文化作為一個基礎 去推動價值觀教育的 那所以你看到在那個表的最下層呢 其實就是我們鼓勵學生由自身出發 那就由自己做起 能夠做到智、仁、勇等的品德 那從而呢我們很希望呢 他們能夠實踐道義 待人呢能夠以禮、以義、以誠 進而呢我們希望呢 學生呢能夠呢 進一步去升華 能夠追求精進和知識 層層滴進地呢 希望呢塑造品學兼優的真光女兒 那你看到呢 其實本身在我們的品德價值教育的架構表裡面呢 已經有這個元素的了 那所以一直以來呢 我們都很重視去教導學生呢 能夠守禮和重禮的 那當然呢我們會與時並進啦 那其實 接下來呢我們 苟真呢 在2022年開始呢 就會全面呢 是一間呢 英語授課的中學 那我們都很重視呢 英語教育的 那時候呢 我們在價值觀教育裡面呢 也都會加入一些新的元素的 那大家在簡報裡面見到呢 其實就是我們呢 用一個新的形式去展示 我們價值教育的一個 一個推廣的方式 那你會見到是 Kate or Cruz 那其實每一個英文字母的字頭呢 就代表著呢 一種的價值觀 那當中大家可以見到 比如R這個字呢 是代表 respect 那其實呢 我們都很著重呢 教導學生呢 要懂得尊重的 那其實這些這樣的元素呢 都是和禮文化呢 就有很多相互結合的地方的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每年呢 我們學校呢 都會有一個呢 我們重點推廣的一個 週年主題的 就以2021年至2022年為例 那我們呢 推廣的主題呢 就是應備而處 並兼同行 那在這個週年主題之後呢 其實我們的科組呢 就會推行 形形式式的教學活動 那我們很希望呢 學生呢 能夠學識尊重啦 接納啦 包容的待人之道 從而呢 能夠建立一個和諧 有愛團結的校圓氛圍的 那其實這些的元素呢 你發覺呢 都是和禮呢 有很多相關的地方的 那剛才呢 花了這麼多時間呢 去介紹我們學校的背景啊 乃至到那個的 就是推廣的品德價值 教育的一些的背景呢 其實都很想大家明白的 其實參與這個計劃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呢 就是有一個有機的機會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呢 都會教學生手禮的 那但是大家呢 在施行的時候呢 可以想一下呢 本身我們本 推廣 或者我們持守的信念裡面 有沒有一些呢 可以呢 互相結合的地方呢 那在推廣的時候呢 就會更加呢 相得逆將啦 那再介紹多些 我們的四位老師的背景啦 那其實我們四位呢 都是中文科老師來的喔 那大家都知道啦 中文文法博大精深啦 其實經歷過時代的洗練呢 中國的全英道德呢 都是被受推崇的 那所以呢呢 其實是呢 品德教育裡面呢 一個很重要的養份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呢 都很希望呢 就借這個的中國語文科 這個的 就是語文的學習呢 去帶動品德情義的教育的 那一直以來呢 我們都是以呢 加強文化 中國文學啊 和品德情義教育呢 作為我們本科的發展方向的 那2020年的11月啦 我們很榮幸 和很開心啦 有機會呢 就去認識到呢 由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主辦的 禮行天下文化傳承計劃 那其實 大家 就是推展的時候 不用擔心 你看到其實呢 中心呢 舉辦了很多很多的教師配分 很多的活動 那其實呢 那過程之中呢 其實呢 就是教學生長啦 就是我們在教學生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自己都學了很多東西啦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們呢 就從中得到啟發啦 也都借這個良機呢 就很希望呢 在九珍裡面呢 去弘揚禮文化 那因此呢 其實禮行真光的教學計劃呢 就是這樣呢 應運而生的啦 那在開始介紹之前呢 我想介紹一下 我們推廣這個計劃的時候的兩大特色的 那第一個特色呢 其實我們很著重呢 是全校的配合 和要上下一心的 那剛才說了 我們四位呢 其實是中文科老師啦 那因此呢 我們就會做一個 就是 帶頭的角色啦 可以這樣說 那我們就會在那個語文科裡面呢 去策劃一個禮行真光的過程 那但是除了這樣東西之外呢 其實其他學科呢 乃至不同的組別 可能是學生事務組啊 國家及社會關華組啊 港府組啊 家教會等等呢 你看到呢 都會一起參與 如果這樣的話呢 就科組 老師 學生 和家長 其實呢 就會全方位去推動這個禮文法的教育 這樣呢自然的力量呢 就會更加大啦 和能夠產生一個協同效應啦 那這個是我們本身推廣的時候的第一個特點 好了 第二個特點啦 其實大家都明白啦 品德教育呢 其實知情義行呢 缺一不可 那所以我們推動禮教育的時候呢 我們有四個層次的 那第一呢 我們希望呢 學生呢 先是能夠做到知禮先 那我們透過呢 中華傳統的禮學經典入手 讓學生去認識禮文化 這個是第一步 好了第二步呢 就是論禮啦 我們希望呢 能夠結合生活情景 讓學生呢 藉著討論啦 分享和反思啦 加深呢 對禮文化的認識的 還有呢 在過程之中呢 就會有一個呢 透過認識之後呢 是有一個反思 最後能夠達到一個認同的 那第三部份呢 就是重禮啦 那如果有一個認同的時候呢 我們很希望呢 學生呢 內化裏面呢 有一個專屬禮的一個心 這樣呢 其實有這個心呢 是很重要的 在學習啊 在實踐禮行上面呢 就會有一個呢 堅實的一個 內心的支持 去推動這些行為 而最後呢 我們的步驟呢 就是行禮啦 我們會創始一些情景啦 安排不同的活動啦 讓學生呢 能夠呢 知行合一 去實踐禮行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呢 那個本身在九真裡面 推動禮文化教育的 一些的 兩大的特色 那以下下來呢 我們會 進行一個呢 分享我們會有 以下五個部份的 第一 我們會介紹一下呢 我們的推廣的禮的核心價值啦 第二 我們會講一下中國語文科教育裡面 怎樣去推動禮文化啦 第三 我們會講一下呢 全方位學習呢 怎樣去帶動課內外的活動 第四呢 我們就會介紹一下呢 我們其他學科 怎樣去呢 和禮文化教育的配合 最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成果的總結的 那事不宜遲啦 那我也會跟大家呢 先介紹一下呢 第一個部份先 就是禮的核心價值啦 那其實呢 禮呢 可能很多人呢 就會 以為呢 其實是 一定要跟老師說早晨 可能呢 一定要呢 就是看到 長輩的時候呢 就要 雙手給東西給對方 那有時候我們會很容易呢 將禮呢 就等同於禮兒 是的 就會驅離於一個 的凡欲節的介紹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覺得呢 難免會失卻了禮的真系啦 那我們的角度呢 希望呢 禮的真系呢 就在於內外兼收啦 那因此呢 我們在課程的一開始呢 我們就會呢 介紹呢 禮的四大核心價值 就是 人藥和敬啦 那 首先我們再繼續看看啦 所謂人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人愛 是的 還有我們教的時候呢 也都會讓學生呢 去結合中華經典名句啦 讓學生呢 去學習的時候呢 就會更加能夠 就是容易去 記住一些重點 那我們由人愛的心出發 自然能夠活出禮行 這個是第一點 好了 第二呢就是個藥字啦 藥呢 其實就是藥制的意思 那孔子都講黑幾乎禮啦 那我們希望呢 學生呢能夠藥制自己 非禮物事 非禮物慶 非禮物言 非禮物報 好了 而第三個字呢就是和字啦 那和字呢 其實是和諧的意思 禮之用和為貴啦 其實對人呢 代之有禮呢 我們很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和目有罪的人文關係的 而第四點呢就是敬字 而敬呢就是尊敬的意思 我們很希望呢 學生呢 學會尊敬 而尊敬呢 不單止呢 是只是對身邊的人的 甚至可以打破時空的限制啦 對不同文化啦 不同時代啦 一些的聖言豪傑 都有一份崇敬的心的 那剛才聽我這樣講呢 其實就會 有些悶啦 還有一些抽象啦 那我們呢都很開心啦 因為呢 之前呢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呢 都舉行了一個 微電影的創作比賽 那我們呢就和學生呢 一起想想一下啦 啊怎樣可以呢 透過一些具體的情節呢 去介紹這些核心價值呢 那因此我們的學生呢 就拍了一個微電影呢 去介紹呢 人約和徑的 那這個時候呢 都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怎樣由學生的 理解之中呢 去演繹人約和徑 原來我身邊的人都不理我啊 要怎樣做才可以 好像你那樣受歡迎啊 師母要成為有禮 又受人愛戴的燈光女兒 最重要的是 記住這個四字真言 人約和徑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 你的生活片段啦 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有突擊拆業 有沒有搞錯呀 又突擊 為什麼每天都要拆業的 我已經不想再做短了 有沒有搞錯呀 disagree 人約和徑 自至鏗槍 仙 weren古墳 聲聲入耳 自從認識禮的真諂 我學識心存仁愛 弱之以禮 以和為貴 敬然尊親 我将冥记心中成为知礼达人的真光女儿 刚才就是一个由学生的角度 去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人约和境 刚才也提到我们很希望礼文化会有一个推展 由自身的收养出发 接着人伦关系 进而我们更加希望将礼的核心价值 推广到国家民族、古今历史 以至到天地宇宙对万物都会有一个温情敬意 就是我们很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 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部分 关于核心价值 接着我将时间交给张敏老师 他会介绍一下我们礼行真光的特色课程 大家好,我是张敏老师 接着我会用几个教学的事例来介绍一下 我们中文科本身 我们如何设立礼行真光特色课程 在课程这个部分 除了我们在一个独立设计的单元课程之外 我们也会与现有中文科的课程 做一个有机结合 不过我会先集中在我们的礼行真光特色课程 我们会置以中一至中五级的校本教材 在主题上 我们先由同学身边的人伦关系着手 比如你会看到 在主题上 中一中二是会聚焦在他身边的人伦关系 中一就是孝亲敬掌 中二就是尊师岸友 希望做到层层深化 引导同学去到学习相关的礼的元素 去到中三我们就想大一点 去到看一些传统杂俗 所以中三的主题就是礼族传承 希望在初中的阶段引导同学去到思考 日常生活中要注重的礼仪和他背后的精神 至于去到高中 高中我们就会着重啟发学生去思考礼的道德内涵 以至其中的社会教法的作用 所以中四我们的主题就会定在知礼传人 而中五我们的主题就定在礼仪之邦 这是一个主题上面 具体的教学策略 我们都会着重以下这四部曲 首先第一就是学习的知识 我们学习的知识 我们会着重由经典去到入手 我们透过阅读经典去到探究不同情景之下 当中我们固然会采用到论语、孝经、礼技等 作为我们学习的第一步在知识上的输入 当我们学习到相关的经典之后 我们就会进行课堂的提问、讨论 我们希望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 这些典籍中的深层含义 当然第三步就去到反思了 我们学习到传统中的礼的心意之后 如何在现代中结合我们现在的生活 去做一些价值判断呢? 所以我们就会结合生活 有一些相应主题的个案讨论 希望从中引起同学的自成 我们的知识能够分析 最后当然就是淺衡 所以我们最后也很着重礼的淺衡 在课堂上我们会邀请各级同学到 学习完毕之后 他们可以由学生的角度去写一些手规 即一些手质 令他们能够应用到 希望做到古为金用的效果 课堂以外 我们其实是中文老师 在主题和教学策略上 以下我们会用中三和中五 两个课程设计 和大家简介一下我们的做法 中三我们会采用一个专题研习的方式 主要就是以下这三部曲 第一我们一定是由经典出发 我们博古探知 我们去探索中国传统有关义的习族和文化 同学会利用专题分析的小组报告方法 去找当中的内涵 以及去反思究竟古代的价值 古代的学习 放在现代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去形容 第二部就是古为金用再延起行 我们就会邀请同学根据现今的生活处境 结合他们之前一个步骤所学的 一些礼价值的学习 然后去摘射现代的礼仪手质 去到第三部就是当我们定了 知道一些礼仪手质之后 其实那个礼仪背后的精神才是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就会结合本来中三 其实是有小说和戏剧的单元 我们就邀请同学去创作一个剧本 去到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定一些礼仪 这个就是我们中三专题研习的三部曲 至于主题上我们就主要定了五个主题 分别就是古代的学校礼仪 古人的言行礼仪 传统的饮食礼仪 节兴礼仪 以及礼节用语 你看到其实同学就是做一些分组的报告 其实这个方式就是线上课和线下课 其实同样都可以做到的一个效果 也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同学都很认真看到一些 同学的作业的一些事例 既然他们学习了古代的礼仪文化和一些要求之后 他们就会摘写现今的一些手质 这些都是同学一些作品事例 就写了饮食的礼仪手质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他们要写一个剧本 所以我们就将其中一组 就将其中一组组织在我们发行的学礼里面 你看到暑假期间 我们就邀请她 将其中一组组织广播剧 同学就一起录 或者以下我只需要时间 就课其中一幕 好吗? 礼仪真光之,感识有礼 试逢新年,人类又要开始大饮大食 他们有句话叫年年有缘 我就就是他们桌上那条鱼了 唉,今天终于到我的死期了 这种感觉比想像中更加吓人 他们在开心聚会 而我就要躺在这张园台的碗碟上面 注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很香,我忍不住了 让我先跑过去 我先吃 靖谦,你别这样 我之前不是教过你的吗? 掌幼有罪,坐刺 喜悔应该按背份定先后次序 别这么心急,应该先让爷爷夹 还有儿子,用手骯髒 这样很没礼貌,快点去洗手 好,知道 以上就是中三同学的作品 也简介了中三的课程设计 接下来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高中的课程 高中我们着重去探究李的心意 我们如何出发呢? 我们都是由经典去看的 我们会阅读《论语》的故事 我们选择了其中两个故事 一个是《麻免》的故事 一个是《麻免》的故事 一个是《孔子》所说的 《神子贵败君主》的礼仪故事 然后我们发掘 有时孔子又这样说 有时孔子又这样说 那当中里面究竟《孔子》行礼的原则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就结合现代生活的处境 我们就和学生去探讨 我们如果应用在现今的处境里面 譬如我们说到借诗宴 那究竟借诗宴应该是隆重歧视 还是一切重选呢? 最后当我们完成整个课堂的学习和分析反思之后 我们都希望同学能够实践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同学去构想和设计 一个呈现敬意的借诗宴的活动 以下我就想分享一下 我们具体课堂里面的一些简报 例如我们会着重一些讲解故事 讲解了文言致词之后 我们就会有些的问答 例如在《麻免》的故事里面 孔子觉得哪些材质来到做母 其实是无所谓的 这个无所谓的背后 讲了什么的看法呢? 原来孔子对于礼 其实他不在乎材料的车或检 他在乎的当中 能否体验到礼的精神 这个我们就由这个故事里面 引导同学去想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故事 究竟孔子对于神子拜见君主的看法是怎样的? 这里就看到孔子坚持的部分 孔子坚持要堂下一拜 堂上一拜 要坚持要拜两次 反对当时的人觉得 拜一拜就行 就是一拜这个位 在这里你又会看到孔子有执着的违和 所以究竟他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们就会引导同学去思考 其实他的看法就是要充分展现到 对君主那种礼的精神 所以结合两个故事 两个故事可能独立来看就不是很完整 将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原来行礼 其实不在乎车和检 是在乎能不能够体验人类那种的敬意 然后我们就会想 现代生活里面我们有什么的人 我们会厉害呢? 可能到了中午我们就会思考 会不会是对老师呢? 所以我们也会引导同学去分享一下 你觉得老师为什么很厉害呢? 当我这条题我抛出来给同学想 带一个随不的题目 做一个预测的时候 其实看到同学都很关爱老师 他们也会说到 从关系上 他会知道老师是父母以外教导他 和关心他的人 从老师的工作上知道的新努 或者从老师的影响上知道 老师对学生的影响 那我们又会引导他去想一步 就是说 其实在中国传统里面 我们会说到 私言而尊的道理 意思就是 老师受到尊敬的话 真理和学问才会受到尊重 所以 反过来 学生自己也要做到敬重学业 当他们掌握了 就是传统的想法 孔子对礼的原则 也想到 为何老师是敬重 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小组讨论的环节 就是去到思考 究竟 借诗宴的看法是怎样的 那你见 这里的学生名 真是我的学生 真是我的中午的学生 其实他们 我们都会有些讨论 他们自己都会 各书几件 有些意见 我就把他们的名字打下来 其实就是几个立场 给他们讲一讲究竟 根据孔子对礼的看法 看看他的意见是怎样的 当然我们课堂里面也有个讨论 所以很快地去一去 我们这些简部 你会见到 其实一切重简 又或者隆重其事 在古礼上 又在孔子里面 其实都有他的根据 但是 可能 经过两个故事的学习 其实他们都会知道 最后 其实两者都可以 因为他们最后知道 就是那个行礼的精神 就是不在乎 车定是简 而是在乎 充分体验人民的敬意 所以学生 其实都能够 按照我们的学习 课堂的学习 明白到 孔子对礼的看法 以思考 现今 借诗宴的情况 然后作出他自己的价值判断 也可以给同工看一看 我们一些学生的说法 就是这一把 他们讨论的结果 你会见到 其实他们都是由 鼓励出发 继而结合现代的处境 去做行判断 最后课堂的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我都会说 可能一年后你就要 借诗宴了 那你可以否可以 呈现一个 具敬意的 借诗宴的活动 同学当然 他们也很有他们的构思 作为老师 我就准备了一些 理想的例子 譬如台湾奉茶鼓礼 其实他们同样 都会在五星级酒店里面 有一些自助餐 有一些敬思的 借诗宴的情况出现 但在自助餐 在饮饭吃吃之外 他们会奉茶鼓礼 由这个 其实是一个 借诗宴的铺张 和意义共存 我都给了一个现代的例子 就鼓励同学 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是可以行鼓励 同时之间 也能够结合现代生活的处境 当然最后就有功课 所以其实同学 都有一些事例 你会看到 他就着这个 这条小组讨论的题目 其实是一条 历界史题的小组讨论题目 这也是一个 引领同学 如何去到深刻思考 一条题目 同学也做了一些课页 一口气 很快 时间很趕急 我们就说了 我们的课程设计 当然 可能手下科主任 都会提到 我们其实都会 将中一至中五的课程 我们放在学礼 这本书里面 可能 如果跟官有兴趣 我们都可以多多交流 以上就是我讲解 就是礼行真光特色课程的部分 接下来 我想交给大老师 去说一说 我们本来 跟常规过程的结合 特别是我们本来 中文科 和另外 普通话科上面的配合 那就交给大老师了 不好意思 各位同工 大家好 我是大老师 我会和大家 去分享一下 礼行真光课程 如何和现有的课程 由机业合 除了是我们的礼文化课程之外 我们中文科 也是结合了现有的课程内容 是进行教学的 那我们以中四级为例 我们在教完十二篇法文之一的诗说 之后 我们就随即安排 读写演说 互相结合的延伸活动 藉此去提升学生对于礼文化的认识 在诗说的读本教学里面 除了是表层的文意 支持他的理解之外 下一页的简报 我们也会引导学生去理解 当中的诗道真实 例如认识到老师 全道授业解画的神圣职责 同时也看不到韩语文中所说的 古知学者必有诗 这个良好的社会风气 第二 我们希望学生通过自学 能够职学处 学习有关敬师的名言 诚语 诗句 故事等等 这些名言进语 佳词美句 其实都是中华文化的精神 学生学了之后 除了可以令个人的学养得到提升之外 其实也令到他们多了一个角度 诗说的文本以外可以进一步去领悟到 诗道精神的可贵之处 例如《礼记》之中的一句 君子如玉化文成俗 其必有学乎 意思就是说君子想要教化八成 就要并且形成良好的风俗 就一定要重视辰学诗教 这句话其实点明了求学的必要 也例如杜甫 同类诗人杜甫说的随风潜入夜 润蜜细无声 其实也点明了老师春风化雨 此之不月的神圣线 学生在吸收了以上中华文化的养分之后 下一页预告 以敬师之道、手中、底线 或者是谭尊师中道为题 进行命题写作 在创作的过程中 我们鼓励学生除了要运用到 一些语文文化知识之外 其实也可以结合一个生活情境 去重视思考 可以联系一些时事新闻 时事例子 去反思现在的敬师风气 敬师的方法等等 最后为了进一步去营造 校园的重礼氛围 我们也特意举行了一个演说比赛 让同侪可以互相交流对于尊师重道的看法 这样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于港体的认识和反思 另一方面也通过激动人心 感人肺虎的演说 来推广敬师精神 深化对于尊师重道的理解和认同 而在事前各班代表可以组织自己的智囊团 他们会一起定证观点 认识广告里面的文字 智囊团也会帮忙去训练比赛的参赛代表 锻炼他的演讲技巧 最后也有机会一起去分享王掌的数据 另外为了令比赛更加紧张刺激 我们也特设了与台校互动的环节 每个班的参赛代表发表完自己的演讲词之后 台下的同学就要马上根据听到的演讲内容 在Cahoot的平台上 逗快去抢答几条问题 答得最快最准的同学 就可以获得最投入参与奖的奖状 这个环节其实也增加了演说比赛的趣味性 也令台下的同学更加专注和投入 我们除了有专业的评判为我们选出演说的优胜者之外 台下的学生也可以在Mentimeter的平台上 一人一票去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冠军 那个同学就可以获得最受欢迎演说的奖状 比赛其实也是一次推动品德情义的大好机会 所以我们在比赛结束之后 也着意加入了一个心灵滋酿的环节 这个环节包括等到学生去完成问卷 反思有没有在生活里面实践礼行 例如见到老师的时候会不会主动去打招呼呢 又会不会像孔门十节之一的子供 当他听到别人去批评老师的时候 会不会像他一样去主动迷惑老师呢 我们就叫学生去完成这些问卷 去反思他平时在生活里面 有没有像问卷所说的去实践礼行 进而叫他们定立一些具体的目标 进一步去加强他们 去向老师实践礼行的心志 那么今年其实是我们第二年去举行一个演说比赛 那么我们在去年度其实也有举行演说比赛 那我们都特地去邀请了一些获奖的同学 去为我们拍制、录制一些演讲的真华片段 那请同工礼同学一起去细心欣赏 大家好,我是势利班旷智恩 今天我会讲的题目是 敬诗之道首重礼 大家肯定都听过一代名君唐太宗 他以身着质教导王子如何敬重恩师 他拜李刚为太子师 因准连晚又有脚疾的李刚坐缴入宫 并且命令太子带老师上朝向老师行礼 地位这么高的唐太宗也都明白 敬诗最重要的是行为有礼 对老师有恭敬慈让的心 故此我认为敬诗之道首重礼 礼是将敬意透过合适的行为表达出来 因此诚心浅行的礼仪是对人的尊重 而对老师表示敬意最切实可行的莫过于礼 首先学生对老师心存敬意自然会遵从礼节 弱速自己的行为 紧收私身间的尺度 除了在中文科里面 我们去推行礼行深光课程之外 我们学校也都在普通话科里面 去教育学生资礼受礼 培育他们人弱和敬的核心价值 在普通话科里面 我们分别在初中中一至中三级里面 调拨了五节的课程 去举办文化体验课程 在那五节的课堂里面 同学可以在德兴学舍这个中华文化室里面 去上课 德兴学舍其实是我们学校里面 其中一个特色的特别的课室 德兴这个词语其实是出自流失明之中 私事流失为文德兴 其实就寓意着真光累义 能够尽得修业之礼達人 所以我们在文化体验课程中 初中同学可以跟随 校外的专业导师去学习不同的国学 包括书法、茶道和奇迷 藉此去徒野性情 培育不幸的 雜誌可以令我们淨化心灵 砌茶可以令我们安心静神 夏期可以令我们沉稳甚密 我们相信学生在文化氛围 那么浓厚的德兴学舍里面 学习不同的传统文例 一定是可以培养到他们的审理情趣 徒野性情 从而去实践人约和敬的精神 以下是学生的分享片段 将同学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文化体验课里面的得着体验 但一来到德兴学舍 我们就会自然变得分文尔雅 德兴二字来自陋世民 私事漏事唯武德兴 初中的同学在这里边学普通话 边学书法 茶道 其意 老师教我们背诵中华经典名句 我们学到是不可以不红意 任重而道远 我们除了学习 如道的哲理 在下期时 老师又教会我们纵揽全局 落子无悔 一步一步体悟智慧的人生 我们不但学到罗语中的君子之道 又在茶艺课中 经过一冲一泡 品味淡淡的茶香 体会清茶养德的道理 请茶 我分享的时间来到这里 将时间交给前老师 去分文一下全方位学习目的 各位同工大家好 我是前晶爱老师 除了刚才我们提过的 在中文科 或者是本文化科上的 礼文化教育之外 我们也会在课堂以外 去推广宣洋礼文化 当中包括了三部 外 外 行 外 即是外在的意识推广 用不同的活动向同学 推广礼文化 内 即是培育 礼心 给同学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明白礼的价值和意义 将礼内化于心 行 即是实践礼行 给同学不同的机会 实践礼的精神 首先第一步是外在推广 例如 为校中文科和学生事务组 合作在校园不同的地方 例如在课室的逼部 中文科的展版等等的位置 去展示一些礼的名言 營造重视礼的校园氛围 并且批发 抵言根据卡给学生 通过鼓励学生朗读 背诵 以答 精入心通 前移默法之校 我们又举办中华文化体验日 设置不同的摊位 给同学可以围绕着人约和敬的主题 制作书签 设计明信片 压制金章 直至去推广礼文化 而在学校的活动日当中 我们也举办了其他的摊位游戏 给同学可以配重中华经典名句 和尝试运用活字因他术 去制作一些礼名言的书签 直至去给同学加深对于礼核心价值的认识 第二步就是由爱而内 去培育礼心 例如 资深联手在圣诞游戏会演出画剧 老师和学生交换角色 将学校的生活变段重现在舞台当中 令学生换位思考 想一想当老师面对着 无礼的学生的时候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直至让他们明白日后要懂得 关怀别人的感受 培育人爱之心 另外,陛校的嘉靖科也都参加了 赛马会的全创飞围教育计划 长山制作技艺活动 让学生在製作长山的过程当中 学会移用和行进之礼 同时陛校也有丰富的课活动 以古真乐团为例 谈奏古真的时候 老师会要求同学端正坐姿 挺直腰板 约束自己 令到行为合乎礼仪 而且音乐也是具备了平静身心之效 在谈奏的过程当中 可以令同学徒野性情 第三步就是实践礼行 为同学培养了礼心之后 就要让他们实践所学 在家庭、校园、以至社区当中 实践礼文化 例如在新年之前 陛校就制作了新年的课卡 例子风和对联派给学生和家长 学生会在中文堂 学习如何得体有礼地去书写课卡 然后在新年的时候送课卡 向长辈和亲友表达祝福 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呼应配合了 我们提过的中一级的 礼行灯光的过程主题 敬亲爱友 透过这个活动可以鼓励学生 学以致用 在新春佳节的时候 向亲友送上祝福 然后去实践敬亲专掌的精神 另外陛校也都在新春期间向同学派发茶包 并且附上教授奉茶礼仪的小卡片 让同学可以充茶给家中的长辈去表达敬意 培育事奉亲掌之心 这个同样都是配合了中一级 敬亲爱友的主题 此外 每年的9月10日系教师节 帝校国家及社会关怀组 和中文科帖作 以专丝重度为主题 举办了一系列的敬丝活动 这些活动也是呼应了中二级的主题 专丝外友 在学期初 同学就会在敬丝卡上面写上 对于老师的借义 然后学生代表 就会在教师节当日的组会 读出同学的心意 也都会摆放一些的 展板展示同学的敬丝卡 和介绍敬丝活动 还有促收录礼 去推广敬丝之风 而除了在校园去实践礼之外 同学也都会走出社区 例如参加长者探访活动 关怀社区中的长者 同时 陛校国家及社会关怀组 和学生事务组 都参加了 赛马会教师创新力量 违延违光 旧真服务学习计划 鼓励学生以人爱和理心为起点 了解社区的需要 自主设计服务计划 给同学可以服务他人 实践离行 实践人敬的精神 关爱尊重他人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在服务日当中 不同的宣传推广活动 全部都是同学自主筹办 和主持的 可以体现到同学的人爱之心 我的部分到这里 接下来交给梁老师去介绍 其他学科的礼物化教育 多谢田老师 其实我们都相信 其实礼的教育 不应该只是限于中国语物科 所以其实不同的学科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发挥到 一些礼文化教育的元素 以下我就轻轻举一些例子 第一,比如我们在这个 就是我们在深光里面 其实我们有一个深光人的成长火情 那我们就会透过一些 生活的情景让学生去讨论 究竟如何在生活里面去实践离行 过于重离又如何 究竟是不是真的离多人不怪呢 可以让学生去有一些讨论 那这个是第一 第二,又或者我们再举其他例子 可能 人民学科里面 其实我们在今学年都举办了一个 人民学科州就名为 战争与和平 那其实大家都明白到 其实战争那个祸害 是的,那我们都希望养这件事 去激发学生的同理心 学会人爱,尊崇和平 那其实那种尚和平的精神 其实正正都是人的一个表现 以及也都希望学生 学习对历史有一个温情定义 又或者以地理科为例 那其实地理科都会参加很多不同的活动 让学生去认识一些不同的 那个香港的地貌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人岸的心 不单止是对人的 可以对国人 对天下一切的人 心湾湖 擴充自己去山穿草木 那最后呢 我们希望培育学生 有一个赞天地化育之心 那我们觉得这些活动 都可以让学生 将那个人爱的心有一个推广 又或者呢 以那个音乐科为例 其实音乐科呢 我们 因为曾光呢 其实历史比较悠久一点 我们有一本呢 歌集的名为《增光之歌》 那你看到在《简报》里面显示 有一个叫《游礼的鞋子》 那里面有一些歌词 在《代人上和气》 出入能应对 那其实都是教学生呢 就在生活里面去 就是要守礼 那另外呢 除了是刚才呢 介绍那个 就是礼文化的过程里面 我们讲到有那个 就是旗幅的制作啦 那但是同时呢 也都会有一些礼品的包装啊 插花的艺术啊 都鼓励学生呢 将自己的 就是对人的爱呢 和那个敬意呢 就化为行动 制作一些礼物送给身边的人的 那最后呢 不如我们讲一下呢 我们刚才讲的 有些成果的总结啦 那我们学校呢 为了总结呢 这个计划的成果呢 那就其实有两本书呢 我们就制作了的 那第一本呢 这本呢就是《增光之歌》 那里面呢 就将学生呢 在那个课堂里面 写的那些礼仪守则呢 就质的起来 那我们每位学生呢 都会派一本的 就成为了他们学生呢 在生活里面 行底的一些提点啦 第二啦 我们也都出版了 另一本书呢 就名为《学礼》啦 那这本《学礼》呢 其实呢 就是总结了呢 我们刚才讲的 不同的教案啦 又或者学生的一些 创作成果 那里面呢 也都会有一些QR code 就看到学生的 那些影片的牌子 那最后呢 因为时间有限啦 那但是呢 我都很想呢 就鼓励各位同工啦 其实呢 就是充满活力的池水呢 其实 全因为呢 有呢 源源不绝的 活水的传来的 是的 问他哪得清余 他唯有源后活水来 那我觉得呢 其实教育这一堂池水呢 都需要呢 大家呢 多些去就是 输入一些 缓缓的活水呢 就会令到呢 教育事业呢 就更加有生机啦 那我们其实很感谢呢 就是香港中华文化促信中心举办这个计划 其实 当初我们参加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很害怕的 就是怕自己会不会举行到呢 或者做得不够好呢 那样 那正正就是因为这次的契机呢 让我们呢 去更加就是 尝试去 就是将我们想 想参与的事 想做的事呢 就 系统化去整理一下啦 那还有呢 也都 在过程之中呢 多些去思考 怎样精益求精 那其实 这个计划呢 可以帮我们呢 就是 就是 令我们呢 就是实践的时候呢 就会做得更加好呢 和也都会有 评审等等的提点 和给我们的一些意见 我们呢 会更加精益求精的 那所以都很希望呢 同工呢都可以呢 多些参与这个计划啦 让呢 这些盘护水呢 会更加呢 有新机的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呢 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 我就可以开始了 好多谢刚才四位 九龙真光中学 这个卓越得奖者的老师呢 分享了他们学校 禮行真光 推行那个计划的 那么全面 那么丰富的经验 我们接着来呢 就邀请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卓明东教授呢 他也是我们 这个《禮行天下文化全城计划》 设计比赛的评审团的顾问 对九龙真光中学的 就是 参赛的计划呢 做一个 评选的回归 邀请 盧教授 是 谢谢梁博士 唐太 各位 老师 大家好 早晨 九龙真光中学 其实是我去访校 和唐太一起去访校的 所以理解是比较全面 那由于时间是比较有限 那我想那个时间不是很多 那我比较压要 这么说 那我想第一方面 其实就是 我们很多的申请者 我相信呢 每一份的申请 都是值得我们的欣赏和分享 而九龙真光中学 这一次的参赛 他这个报告 或者他那个演示出来 其实是值得我们很多方面的借鉴 那如果从办学那个理念 这个很重要 那因为刚才提到 有关律师也提到 他们是一个基督教的 全人教育的一个 昌宇的一间的中学 那他是能够做到 和你的那个品德教育 是能够是融合的 那因为我们在香港很多的中学 都很可能有宗教背景 或者是有不同办学的理念 而有关的老师 是怎样 或者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借用有关已有的资源 来推动礼文化 这个也是一个优势和条件 那是做得很全面 而这个计划 我相信是一个很大规模的 那也是值此来说 我们大规模可以做的 小计划也是有一些 值得做的地方 那比如说 九龙真江中学 他里面提到很多点 人约和经 其实每一个部分 已经是可以 做一个礼文化的计划出来 那所以在这里 鼓励一些小计划的 但是一种礼仪的意识 或者一个理念 其实同样都可以申请的 那我也很欣赏四位老师的 团队的精神 不管我可以看报告 那些文字里面 或者我亲身去到贵校 访后看回你们的演绎 其实它是合纵无间的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是特别在小组参与里面 那这个是我所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能够掌握文化的理念 那这个不多说 因为刚才提到人约和经 因为如果脱离了离文化 和离无关系的 那你如果是申请我们这个计划的 我们很难说 打一个很高的分数 这样的 但是旧真就做得很准确的 他一提出就是核心思想在哪里 因为这个就是离的意义所在 那当然了 有个核心思想 我们都是怎么样 从课程里面演绎出来 由中一到中五班里面 孝亲敬掌 到礼仪之邦 其实它是一个持续性 我们知道这个持续性很重要的 不是参加了这次计划 参加了一次 告诉我们做得好之后就停顿 而这种持续性 它是被我们看到出来 它之后都能够做到 那这种持续性 它是怎么样做出来呢 就从一个课程的设计 刚才有关老师也提到 这四方面 讲到礼 是如何让学生掌握 如何令到他们耐化 他突出了一点很重要 就是经典阅读 因为我们要学习礼的 经典是必须 也是我们的基础 但是经典去到今天现代 非一成不变 是现代有去演绎的意思 所以他也都给同学 有个伦理的机会 有个反思 我经典里面的意思究竟怎么样 以至就是我们令它耐化 重视礼的重要性 然后就实践出来行礼 它实践出来 其实不单止课堂教学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很多 课堂教学以外的延伸活动 比如说刚才也播出很多 微电影或者一些剧作 以至营造校园的氛围 我和唐太当时也都看到 那个校园的氛围 很多的逼部 心意卡 摊位 也就是远港比赛 刚才提到 全部都能够体现出 你精神的重要性 让同学能够耐化的 从持续性和耐化 可以令到它的课程更为突出 这一点是另一方面 我觉得是一个优点 是需要和大家分享 那当然我们说 评审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说同学做到 那是不是真的做到 其实刚才 老师也提到 从学生的一些课本 或者文化专题的研究 以至有关它的讨论 或者他们再设计一些服务的活动 这些都是能够体现到 他们已经掌握到 耐化了 然后把它鲜行出来 从有关的 我们一些的同学的功课 或者他的表现 都可以作为一个评审的标准 所以这个是很全面 好几方面 都是能够做到的 那我不能够说 再有什么可以说 有些地方 作出一些的评价 或者是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而我只是想说 有些怎么可以做得更加好 第一点 其实老师也提到 一种跨学科的 一起和同察合作的重要性 和家长 或者是和国家关怀组等等 这个很重要的 而我觉得在申请的时候 如果你再申请 或者有关禮的活动 或者计划 其实在申请人里面 除了四位中文科的老师之外 亦都可以加入 比如电脑科 或者其他地理的老师 你更加能够体现 你是一个很全面性 推动这个礼文化 因为刚才你们 刚才说到 就是在演讲里面 和可以即时 是抢答投票 我很相信 你们是会借用了电脑科 老师的知识 或者一些科技 是帮助你们 如果在报告里面 或者将他们 拉进来一起参加 我觉得是更理想的 另一点就是 在一些成品里面 你们有些礼儀的规则 或者写着一些 应该是学礼的 其中一则 刚才弟子规说到 亲友侄 药先常 当然在古人来说 常药作为人知是应该的 但在今天里面 可能你加少注释 或者讲解里面 今天来说 我们可能敬带父母去看医生 照顾他们 但是试药或者配药来说 很可能这个真的是 专业的医生的一个职责 这个就是一个古今里面 一个情况 最后一点我想提到 就是说 其实刚才张敏老师也提到的 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神向国君 这个礼一定是要坚持的 至于你的帽 究竟是用麻或者用唇来说 这个反而是可以有个选择 从而体现了当中的精神 我们知道论语来说 孔子其实是比较圆容的 他随时提问 从而是啟发一些他自己的人爱 各方不思想 相对孔子可能是比较方举 方举他很喜欢立论一些 的框架或者理论的思想 在里面 如果就这一点 你要突出礼的真体 回到课程里面 由中一到中五 你说到是礼仪之邦 其实是礼仪之邦 是会更加合适的 不管在传统历史的文献记载里面 以至你希望从课程突出 就是说从那个仪式 看回里面的意义 这一点 如果你中五写着礼仪之邦 就是礼仪之邦 我相信是更加可以灌达 从中一 从人伦 个人修身 社会风俗 资礼达人等等 去到最后 你让同学 發掘出礼的意义内涵所在 今天我是少少分享 多谢你们的报告 麻烦你梁博士 非常多谢盧教授的回贵意见 很珍贵 再各位听众 如果是有对九龙真光中学 他们的计划 有什么的意见 或者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输入给我们 现在在两间学校 汇报完之后 我们作一个整体的环节 给大家去分享的 答问的 好吗? 大家不要客气 接着我们就去到 另外一间得掌 这个优秀教师掌的学校 就是元朗求感秋中学 他们两位老师 汉德恩老师、赵小杰老师 介绍他们的 贯归、资情行、实践离文化 这个计划的经验 感谢元朗求感秋中学的老师 各位同工、校长、主持梁博士 两位评审、盧教授和唐太 你们好 我先分享了我的部分 好 大家好 我是元朗求感秋中学的汉德恩老师 在我旁边的是赵小杰老师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 我就是以前大家传统讲的家政科 就是现在讲的科技与生活科的老师 赵小杰老师就是中国历史科 是我们学校的科主任 另外 其实本身的计划里面 还有两位成员的 就是盧雄老师 善艺科 和陈文志老师 是体育科 我们看到这个组合 正正刚刚是盧教授所说的 就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科目的组合 我们就这样去参加比赛的 还有我们就是帮忙推展 小计划的学校 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 能够令到多些学校去参与这个 那么好的计划 令到学生都得益 那么刚才呢 就看到九龙真光中学的老师的计划 其实真的很全面的 而且呢 我最羡慕就是全校上下一心 基本上每一个角落都滲透了这个教育 有很多点子 我们刚才都立刻写下了 这样的 那么我们就 我们参加的开始是怎么样呢 其实就是有一位老师 他就看到这个计划 那么本身是 他走过来我的位置问我 你有没有兴趣啊 我就说 咦?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怎么做啊? 因为我是家政科 那么我们以前其实呢 都有参加过一些类似的计划 举个例子 是中文家的家政 或者历史家的家政 可能家政科有些活动 就像刚才九龙真光中学的老师 有些家政的元素 但是呢 我就说 那只是我好像很单调的 那我们就 就是开始的 构师已经说 不如叫一些述科老师 那这样 那其实说真的 现在这样讲开呢 我们其实都 回应回刚才 又是盧教授的说法 我们其实下次如果再参加呢 我们一定会加上 音乐科 因为呢 我觉得礼乐的文化 对于礼的教育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下次如果参加呢 就会包括了音乐科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次参加的背景 好 可以 这样 是的 好了 那我们的题目呢 其实都很感谢唐太 她又给了一点点意见 正如刚才我说的 我们有几个都是述科老师 我们真的 我们那个中文的错语 那个 就是 不是很厚实的 就是当然我们是可以 讲到中文 或者教到中文 但是呢 就是我们可以 就是在中文的理解 我们不会很差 但是始终呢 没有语文科老师 语文的 那个能力那么厚实 那我们就 其实我们这个主题呢 就是想讲呢 我们如果将中华文化 这个可能比较抽象的 一个礼文化的内涵 我们怎样能够 用一些实践的方法呢 让学生呢 可以做到 就是有知识 有情感 情意上 以及会实践的目标的 那于是呢 我们的 我们的计划的特色 就是用感官学习的活动 就是说呢 可能用 视觉啊 味觉啊 或者是 观感上 肢体上 去体会 这些抽象的 黎文化的感觉的 希望呢 就更加令到他们内化 觉得其实是哦 原来这些东西 都是围绕住 在我们生活里面的 好 那都讲一下我们 小小的背景先啦 那其实我们学校呢 一向都有很注重 中华文化教育的 那我们其实本身呢 有一个校本设计的论语课程的 那以往一直呢 我们一开始推展呢 反而就在高中那里推展 因为可能 我们都是希望他们 那个语文底子 比较好的时候呢 我们去展述论语 或者讨论论语里面的内容呢 可能我们就会觉得 更加有效益啦 那所以我们 但是近年呢 我们已经将这套课程呢 就慢慢 试下摆回到初中那里 开始的 所以我们这次呢 也想一下 不如在初中呢 处理这个计划啦 那另外呢 那我们今年呢 我想很多学校都有这个啦 是不是 三年关注事项 那我们其中一个 在品德情意上呢 也都放了希望 学生可以培养正面的价值观 做一个良好的国民 那所以我们当推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呢 我们跟校长讲 校长其实都很乐意支持我们的 因为我们这个计划 都是配合学校的三年关注事项啦 好 那么呢 我见到刚才呢 九龙真光中学的老师呢 都有将 这个论语学义的 荔枝用和为贵呢 就放在他们设计的核心里面的 那我们刚才看到 所以我们就算是 就是全校计划啦 或者我们这个小计划呢 其实都有很多共通点的 那大家呢 就看到那段的 引致论语学义的一段 那个资料的来源啦 那我想我就不敢在那里搬门弄虎啦 不过呢 我们看到这段呢 这段其实是怎样呢 就是我们因为 学校推展论语嘛 于是我们就真的找了一些语文老师 问一下他们的 啊 你们在教论语的时候呢 有没有哪些呢 是可以适合我们计划的主题呢 其实他们都建议了很多的 但是呢 最后我们就选了这个 因为呢 我们其实发现 在我们这几个科目里面呢 是比较容易有一个协同 和一些共通点可以找到的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选了这个 作为我们的计划主题啦 好了 那我就 我自己 和几个小组的老师呢 因为都很希望能够 准确地展述这件事 而且呢 在教的时候呢 是拿捏得准确 所以呢 我们就去找 老师啊 和校长呢 都试下 和我们上一个 補习堂 就是呢 讲一下这个 礼文化 和这一段的 出自 这个论语的 这段文字呢 这段文字呢 那个意义在哪里 那大家都看到啦 那我 找些红色词呢 就是我经常 在我推行这个计划 或者我上课的时候呢 我都要记住这几样东西 因为呢 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 就算我们自己的老师啦 都会觉得 就是觉得 和諧就是和啦 就是礼啦 那样 那其实不是的 当中还有很多 例如 譬如我们是 不会浮夸啦 不会急躁啦 我们也是很自然啦 这些呢 其实都是 礼和和的展现的一些意思来的 那大家都知道啦 论语其实本身是记录了 孔子学生一些日常生活的事啦 那 而 从中呢 我们就在那里得出一些 学习的一些意义啦 那儒家思想呢 当然也是 讲求在生活中的实践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觉得 很适合我们的术科去做啦 都是我们的术科的强项来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真的决定了呢 就用 《黎之用和为贵》 这个主题呢 就放进去我们这个计划里面的 好了 那但是呢 其实我们开展呢 就很困难的嘛 是不是 就好像这一辆 又正在走的火车 在冰雪里面 真的有些困难了 我们呢 都周围问一下其他老师的意见 校长的意见 那我们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我刚才 和大家有分享过就是 就是 术科的老师相比语文科的老师 在语文那个专业上面呢 我们可能不及他们厚实的 我们就要准确地去理解和展述 希望有效地教到学生啦 那我们都要寻求一些业助啦 另外呢就是 我记得刚刚 另外一位 另外一间学校也有分享过就是 我们希望呢 都是和那个课程结合的 就不想有些同事呢 就是工作压力太大 因为 在现实上呢 老师可能如果我们 将那个计划做到 我们是承担不了的 那可能老师就 下次就 哎呦我好担心啊 我就不想参加啦 那我们就 想实在一些 就一定要呢 想一些方法呢 令到和课程结合啦 另外就是 科目之间啦 我们其实以前试过呢 做过一些计划呢 就是很割裂的 我和你做的那些东西 其实学生做完呢 都不知道有什么关系的 那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解决一些 我们之前都有面对过的一些问题 令到计划呢 是可以成效好一点的 那另外呢就是 究竟我们 在某一些级啊 一个级啊 还是哪个级呢 去推行比较好呢 那我们也有去问过一些 譬如我们学校里面那些级主任 或者其他委员会 你在那级呢 会不会已经很多东西啊 那我们又不想那些 那些同学太忙啦 那所以呢 这几个呢 都是我们开展的时候 用了很多时间讨论的 虽然不是很困难 都用了很多时间去讨论 以及要协调啦 这样 好了 那最后呢 我们就找到支持啦 是不是 那 为什么要找支持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啦 那我们未必是有好心密的了解的 那我们学校啦 那我们学校啦 校长潘布超博士呢 就 他是非常重视中国移民教育的 那 和中华文化教育啦 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个文学创作的作家来的 那所以呢 他在这个层面上呢 真的给了很大的支持我们 不只是我们啦 就是同学生都是的 那 稍后我们都会交代这一方面的 那另外呢 就是中国历史科啦 就帮我们呢 在那三个术科的之前呢 就教授一些背景资料 那就等学生呢 对于这三个术科的课题 就是稍后他们会参与的课题呢 有更加充实的的认知 那就等学习效能会更加好 那另外呢 我们怎样去找一些共通点呢 因为太多课题了 譬如可能 假设我是嘉靖科啦 我可能弄一个 譬如年糕 都可以是一个很中华文化的 课题来的喔 但是呢 不一定是展示到礼文化的嘛 所以呢 我们在一次会议的之前呢 我们就请几位老师 就找了一堆可能 都跟中华文化有关的课题先 那我们呢 就看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找一下一些共通点了 那结果呢 就确定了一些呢 我们可以一起去展示礼文化的课题 那我们的计划呢 就慢慢就承认了 好 那最后呢 就变成了这个了 那大家见到啦 就有中史科技与生活 刚才都介绍过了 但是下面呢 有两个位置就是 我们找了两个在学校都很重要的组织 就帮我们一起去做这个计划的 就是呢 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员会 和图书馆的 那大家看到呢 那大家看到呢 左手边的图呢 就是我们最后呢 中国历史科呢 就会 刚刚很中二级 我们稍后都会讲一下 为什么选中二级 刚刚教宋朝的 那我们就会透过自学探究呢 让他们可以去找到一些关于宋朝 而配合下 大家看到图艺啦 花果茶制作 和太极拳的相关的知识的 那下面呢 就是 德育委员会就帮我们去处理学术广座啦 而图书馆呢 是配合了很多很多关于阅读的推广 那就令到我们的计划呢 就更加完备了 好 好 那我都讲一下啦 那因为我猜可能 现在语会者呢 可能有些真的很有经验的老师 但是有些可能是新老师啦 我们都很希望 他推广的时候呢 会 就是那个成功的指数高些 那考虑的时候呢 就看一下课程 就是哪一级最能配合 譬如我们都在想着 譬如我中市教这些 家政教这些 那是不是就可以做到呢 我们因为刚才都讲过 不想老师的工作量很大 而影响了那个计划的质量 那中三以上本身呢 这个课程是很紧臭的 其实中三就要忙于选科考试啦 如果你推行下去呢 可能那些学生都会 哎呀 老师我真的不想做那么多这些啊 那样 中一呢 近排都是 可能有些升上来那些 可能呢 都上了很多网课了 或者学校呢 很多环境都不熟悉 教述科呢 对于那个常规呢很重要的 入到去家政室 譬如或者是侍艺室 很多东西都未熟悉的时候 而我又推展呢 其实就对我计划都是不好的 另外就是学生的特质啦 那我们分析过呢 中二级呢就是非常合适的 又愿意参与啦 又有反应啦 又开心啦 又活潑啦 所以我们呢就决定 放在中二级啦 好 那我们看看啦 那其实呢 我们是做了三个月的这个计划 在上学期那里 真正开始做呢 就是下面十月份开始 就去到十二月呢就完了 那所以呢大致呢就是八个星期啦 八个星期左右 是啦 因为十月呢呢 我们就是透过一些周会呢 和中史科呢就给一些前辈的知识他们的 那后面呢 看到十一月至十月呢 就是他们活动的情况啦 好 那我们开始了 就讲呢 第一个阶段啦 那我就有个字呢 就写了G这样的 那因为呢 在知情行里面呢 这个部分呢 知识呢 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就希望学生呢 对于我们刚刚讲的核心主题 就是荔枝用和为贵 有一个初步的形致线 好像我们这样啦 我们开展的时候 也有个初步的形致 先去理解呢 其实有什么关系呢 我要做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 就有法他们思考啦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呢 就是找了校长去帮我们啦 那校长呢 很好啦 就帮我们讲了个 荔枝用和为贵为主题的 很短的讲座来的 其实因为他本身 他本身都跟我们说 他不想那么长的 希望留下多些空间呢 给学生思考这件事 那他呢 就讲了古人很重视礼节的原因 而呢 他利用了北京2008奥运开幕中的一些环节呢 去带出 其实在现代 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的 即现代的青少年人 其实我们应该 怎样可以透过 礼节这件事是有一个好的处世之道 和和谐之命是怎样可以展现呢 那等校长做了这个引子了 我们才开始介绍 怎样透过这个学科活动 去在这个计划里面有什么活动 这样的 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一幕 就是2008年 奥运其中一幕 就是应该是由张艺谋导演 设计的活字印刷術的方陣 那一晚有很多的 那这个呢 其实我就很深刻了 因为我当时也有看这个 那校长呢 当时就用了这个引子 就带出了整个主题出来 好 那接着呢 就进入第二阶段了 第二阶段呢 就真的是知情行有有的了 那我们呢 大家看到了 左手边呢 就有几个科学科的活动了 就包括中士 事艺 家政 和体育科 那我们呢 都希望 我们是同时进行的 那八个星期呢 大家都是想同一样 我们说的东西的口径呢 都是很接近的 课堂的内容 都有一些共通点的 希望营造到 一个共通的学习氛围 那就有很多多元的活动 一陣子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希望他们 可以真的实践了 还有呢 他看到这个适用性 和意义在哪 好 那略略先简介一下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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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会一些什么抽象的意念呢 我们 希望他在美国中 可以知道 什么叫中和 或者中庸 在视觉里面 有什么叫和谐 其实 我们在 事艺科 那时候呢 都有 有少少说到中和 和中庸 的 那另外呢 在肢体上面呢 亦都希望 因为我们感不到 江游 调和的劲 即是不是我们一定是 静下来 或者一个平 就没有劲 没有神 那样的 好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那因为我们就是说要有一个 基实的 即是有一个坚实的 认知啦 那我现在首先呢 就交给赵小杰玥老师 讲一讲 中国历史科的部分 各位同众大家好 我是杰玥老师 那呢 那呢 那这次呢 我们的中士科呢 亦都很荣幸可以参加 这次的计划 那而在中士科的配合上面呢 其实都考虑到呢 因为是中二的同学 而且呢 因为呢 当时呢 其实是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 忘课 那所以呢 都明白呢 这个过程是比较趕急的 那但是 我们也都能够呢 是结合到呢 在那个的课程里面呢 其中呢 一个章节的内容呢 是让同学可以呢 是融合到呢 我们以后的知识进去的 那譬如是呢 我们是 结合了呢 就是在这里的中二级呢 是课题二 第四节 就是南宋的经济与海外贸易 这个课题 那刚刚呢 其实就可以呢 是观察到呢 就是说着呢 当时呢 就是南宋的经济发展 以及呢 就是我们外销的 一个陶瓷茶叶的 这些是畅销品的 那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那让同学可以结合呢 就是课本的一些知识 以及呢 就是其他呢 课程呢 其他述科的一些 的教学呢 令到他们可以更加能够呢 是融合在那个 的生活当中的 那而我们呢 主要呢 其实就看到呢 是以一个呢 自学探究的形式 那原因就是 一来呢 就是想呢 我们配合了课题之外 剩下另外一部分 是延伸的一些的知识呢 那我们希望同学可以透过 做一些的自学探究的报告 以及呢 观看一些相关的文章 以及呢 就是一些的影片呢 让他们呢 可以呢 在课外呢 自己可以加强 这部分的知识的 那比如同学呢 他们呢 看完那个的影片之后呢 其实呢 他们应该可以认识到呢 就是 就是 男性的图艺啦 以及呢 查业的发展 以及减少的一些的情况啦 那另外也都呢 希望他们呢 透过呢 探究的报告 做一些的工作址的时候呢 能够呢 是掌握一些搜集资料啦 理解啦 以及分析的 分析题目的一些的能力啦 以及到最后就是 实践部分呢 以及培养他们一些 正面的一些的态度啦 希望他们能够呢 是欣赏 以及承传这个的中华文化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之后也都会呢 在其他的术科上面呢 是更加能够展现到 这一部分的 好 那我接着再讲 好了 那在课题的构思部分呢 那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幅图 那其实我只是截图 那这个是呢 那这个是呢 那当时呢 一些考课学家 他们发掘呢 就是南海一号 那个的情况啦 那你看到这里 其实就是 那个南海一号里面 发掘的实况啦 这些就是那些的 发掘得出的一些的文物啦 那在这个 这么宏大的 一个发掘的活动里面呢 其实呢 我是将它变成了一个 所以我呢 是自我探究一段的影片呢 同学回去呢 就自己呢 去观看 然后去完成相关的一些的 题目部分的 那引申出呢 就是呢 整个呢 就是南宋呢 对外贸易发达的一个的盛况 让同学可以呢 透过观看影片看到的 那其实我们可能是 日常的同学都可能知道 就是啊 我们中国呢 经常呢 就是这个的图纸啊 这个的柴叶啊 这个的柴叶啊 其实就 那个法治好 已经很成熟啦 那但是实际上 我们要寻找一些证据的时候呢 那这个南海一号 那个的发掘的现况呢 其实就正正好呢 是让同学可以亲眼呢 是可以看见的 那另外也都呢 希望呢 同学了解了呢 南宋那个的对外文化呢 或者对外贸易的发展呢 透过一些生活化去体验呢 就离之用和为贵 那这其实是一个 比较抽象一点的概念啦 那所以稍后 我也都会呢 是再讲一讲 在我们教授的时候 如何可以把它呢 是相对呢 实体化地 让同学可以呢 在那个生活里面展现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设计的那个 的自学探究报告啦 那你见到呢 其实就是 会让同学呢 是回去呢 就观看那个的影片 而影片里面呢 我们是透过那些 那些内容呢 设计了一系列的一些题目 让同学去回答的 那你见到 咦 为什么都会是 我们会打个分数呢 那其实这个自学探究报告呢 也是成为了他们呢 学期的总成绩呢 其中的一部分来的 那所以呢 也都让同学知道 就是我们所学所用呢 是会呢 在他们那个的 最后的评估上面呢 是会有那个的结果 那也都希望同学可以呢 更加认真地去完成啦 那样 也都结合我们 那个课程的内容啦 那透过呢 那透过呢 本案影片之后呢 其实就 我们增补了呢 在书本里面呢 我们可能是 相对比较呢 就是文字化一点的介绍 以及呢 就可能是 由南宋我们 海外贸易的 那个发达的一些背景啊 可能是 最后的影响部分 就这样讲一讲 那但是 现实他们呢 要加强他们的一些记忆 或者他们呢 对那个的 就是海外 对外贸易的那个 发展 究竟是盛放 去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呢 那我们透过影片呢 去做一个的补充啦 那譬如他们会呢 看完影片之后 他大概会掌握就是 哦 我们对外贸易的时候 可能一手的商船 里面呢 我们胜在的物件呢 其实已经是 达到呢 六万至八万件 那其实有些数字啦 以及就是 在里面呢 我们除了是一些陶瓷啦 除了是 那茶叶就很难会 经过一千年之后 都可以发掘到 陶瓷就一定可以留得低 那资头都 都很难会发掘到 那除此之外 还有些什么呢 那可能是一些呢 就是我们远销去海外 很受欢迎一些 女性的用品 是这个铜镜啊 或者一些烟枝盒啊 这些呢 其实呢 可能同学他们是相对比较少的 是会听到 那就透过那些影片去增添 就能够认好他们的额外的知识啦 那另外 那另外 其实呢 还有下一版 不过呢 这里我没有搜索出来 那下一版 其实我们是问到他呢 是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其实我们再回想现今 那当代国家我们的发展那个的结合 我们去外销的一些 我们的文化传承 或者是对外呢 一些影响力的一些感想的 那所以这里呢 也都可以让同学呢 就是古今呢 我们可以是有一个的那个对照啦 那这个是另外一章的时候 探索的报告啦 那其实都是一些影片 让同学回去观看 那这里呢 主要就是说 我们是南信海上施筹之路的那个的介绍的 那以及呢 就是我们的中文文化的一个传播啦 那里面呢 也都是让同学去呢 是发表呢 同学看完这个的影片之后呢 一些的感想的 那因为其实我们在南信的时候 对我们的贸易那么繁盛啦 那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呢 向外呢 我们是输出的一种的表现来的 那因为我们当时的文化发展是相当之丰富 那所以这些的部分呢 其实也都希望呢 向同学呢 就是能够加深了呢 就是对那个文化的认识的 那另外呢 我们呢 其实在书里面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呢 会说到呢 就是送到这些茶的文化啦 或者陶瓷的文化啦 可能就是略略说到我们那个 就是茶叶 或者陶瓷去外销的那些情况 那所以我们想 就是增补一点点 对同学呢 就是对当时呢 就是送到茶文化啦 因为是发展到一个 就是我们觉得也是一个很轻盛 而且顶峰的时期 那样同学呢 可以呢 是增补这方面的知识 那由于呢 那时候是经历 就是停这个面秀过堂 所以我们举办那个呢 是一个网上的讲座啦 那样同学呢 可以了解到呢 就是送到茶文化的发展 那样的开放的 那由于呢 就是送辉中 也是这个送到茶文化的 就是我们做一个赤入点 做一个介绍 因为他也是一位专家 茶叶的专家啦 那样同学知道 就是我们学这个的中史之余呢 其实呢 背后呢 其实也在展现着 我们那个文化发展的一些盛况 那透过那个网上的讲座 那样同学呢 可以呢 是了解到茶文化的发展啦 那样呢 是在这个的 我们家政科呢 同时再去呢 介绍就是那个 花茶的一些的充沛配搭的时候 可能会更加有一个呢 就是历史的背景 知道我们那个茶文化发展 究竟由来是怎样的 那而且呢 其实呢 也都呢 是因为呢 是同学在家里面呢 家人呢 充沛这个茶啦 我们品名啦 这些的活动呢 其实都日常生活的 都会是进行的 那所以 那样呢 呢 同学可以是结合就是 就是古今其实对这个的茶文化 其实是可能是 呃 无论是冲调的那个 就是方法啦 或者我们喝茶的那些的习惯 可能其实都不同的 那这里呢 也都是会有一些影片啦 又是让同学呢 可以呢 是自行去观看了解啦 那由于呢 就是宋代呢 我们那个冲泡那个的茶的方法呢 其实跟现代我们现在就这样 用茶叶加水去冲呢 其实就很不同 因为他们是制作茶汤的这个方式啦 那而且呢 因为我们也都结合了呢 就是 在这个的示威科啦 他们会制作一些陶瓷 那当然 我们也都希望少少的一些的 就是说 啊 原来我们在这里的宋朝的时候 其实他们去制作这个茶汤 是去品名的时候呢 跟我们现在呢 是有很不同的 那比如是让同学知道呢 就是当时呢 他们呢 是 那我们也有一些 现在我们都看到的 那我们也会很喜欢的 一些 他们的 就是 喝茶的 盛哉的一些的杯盏 究竟是什么呢 那 比如这个是 或者是他们的制作大小,都是有很不同的。 另外也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重炮茶叶可能就是一片片的茶叶, 但是在当时来说,其实他们是用一些团茶、饼茶做一个重炮, 也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渊源,由于我们在课堂时间有限, 所以这些我们都会在讲座,以及透过一些影片,让同学在家里, 都可以在山地去看到,因为那些影片其实我们都选择了比较短一点, 大概是三至五分钟的影片,看完之后大概已经掌握了, 其实送到我们的茶叶的制作,究竟和现在是有什么不同的。 那将这部分呢,希望可以延伸到家政科和士藝科再去创作的时候, 可以是有一个对比了。 那这个呢,我们说在《送茶文化》里面,我们讲了这么多, 那怎样可以体现到我们讲的礼文化呢? 那礼文化的体现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同学在那个学习过程里面, 变成一个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礼的体现,将它可以,希望可以实体化, 那我们尽量希望同学呢,能够理解这部分, 然后应用在那个生活里面。那我们说, 宋代的人呢,他们呢,去检查,去冲炮的步骤呢? 其实呢,是一条不文的,而且是一丝不弱,很严谨的。 那你会见到这个步骤呢,其实呢,看上去好像很繁复的。 那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分为八个步骤那么多, 而且是需要一步一步按着这个次序去进行呢? 那其实就是里面呢,我们说展示礼那个,最礼的重视了。 因为每一个步骤,其实它背后也都反映了呢, 对那个事情,我们那个重视的程度, 以及呢,就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是一种的享受来的。 那而这个这样的步骤呢,那令到同学知道就是, 在这个的点茶冲炮的期间, 其实这个宋人,其实心里面呢, 也都是,我们说对呢,是那个的, 是那个的,我们那个的重视之外呢, 也都是呢,他们对呢,就是这件事的那个的坚持了。 那而且呢,就是呢,我们说, 啊,宋茶呢,其实呢,在当时来说呢, 他们甚至是祭祀神灵啦, 宗庙呢,都是一些的必备之物来的。 那那为什么会是去到这么高的位置呢? 呢,将茶呢,是纳入国家的礼仪之一呢? 那其实这些呢,也都是让同学知道就是说呢, 我们呢,是做事的一些的步骤也好, 或者我们对呢, 点茶的这些的步骤的那个的坚持, 其实呢,也都是对呢,对人, 或者我们对这个神灵宗庙的一些的尊敬那个的表示。 因为礼这件事我们是抽象的, 那但是透过一些的行为呢, 我们呢,是去展现出来的时候呢, 可以是更加实体化地呢, 是让同学去了解。 那由于呢,就是, 我们现在当然, 冲茶那个步骤可能和宋茶都已经不同了, 那我们也都呢,把它呢, 是回到现金啦, 那可能呢,是由我们冲泡的时候, 我们由这个冲泡开始, 我们被查啦, 可能是要去冲泡完了之后, 再去呢,是分给这个的长辈啦, 怎么可以呢? 就是透过呢,是对长辈的尊敬奉茶, 这些的仪式呢, 希望可以将礼这件事呢, 再去呢,在现代里面呢, 和我们讲解去展现出来的。 那所以也都有一个古今呢, 我们那个的对比, 那可以见到呢, 就是那个文化的传承, 和那个的延续性啦。 那另外呢, 在这个的宋茶文化当中呢, 我们说呢, 是礼之用和为贵。 那在这个的宋茶文化里面, 和的体验究竟是怎样的呢? 那其实呢, 那这两幅图未必很能够呢, 是展现到, 当时就是宋茶那个的, 我们的检查呢, 那个的情况, 那但是我就, 即接近啦, 那我就希望, 能够呢, 是做一个代表, 因为其实是让同学可以看到呢, 就是, 和我们现今呢, 是有分别的。 那但是呢, 这个这样的冲炮过程里面, 对和的追求, 究竟是怎样的呢? 那也会介绍回给同学知道, 原来古人, 我们呢, 追求呢, 是茶和泉水的完美, 完美的融和状态, 对泉水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那而这个融和状态, 是怎样可以反映到出来呢? 那其实呢, 就是看到呢, 我们是, 这个的宋代呢, 其实那个的检查呢, 是会加入这个的茶碱, 去将呢, 这个的, 剪碎了之后, 茶末呢, 再煮汤水呢, 然后将它逐一点, 重一点呢, 是去, 变成呢, 就是这个的水与茶末, 那个的融和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其实, 在现代来说呢, 我们可能是, 现在喝茶的习惯, 未必会这样去做啦。 那但是当时的人呢,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步骤? 还有呢, 是力气, 对这件事这么坚持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的检查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呢, 就正如呢, 宋徽宗所说呢, 在这个大观查论里面呢, 提到就是, 我们希望可以呢, 达到就是, 至清道和的。 那所以这件事呢, 其实就告诉我, 就是, 这个是已经是一个精神上面, 我们那个的追求了。 我们希望可以是, 杂志呢, 就是心境平和啦, 放松啦, 超脱的那些境界。 那其实呢, 就是令同学可以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的, 就是查文化里面, 由基本的一些的冲炮过程, 去到呢, 就是我们去品名, 去到我们在这个冲炮过程里面, 令到自己的那个精神境界可以是提升, 去到一个和的一个的境界的那样。 那所以这些呢, 我们都希望呢, 是透过呢, 同学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介绍里面呢, 是达到那个, 就是目的啦。 那去到最后呢, 因为呢, 因为呢, 宋茶文化呢, 那个影响力呢, 实在是很大啦。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两幅图, 可能同工都会即时联想到, 就是, 日本的茶道好像都很相似哦。 那正正就是呢, 因为呢, 宋茶文化呢, 是当时呢, 透过日本的争吕呢, 是传了进去呢, 就是日本, 影响了他们的现今茶道的发展。 那为什么又会是提到去到这一点呢? 那那其实就完整呢, 让同学知道就是我们那个中文文化的那个博大之处, 那我们不单止是延续影响呢, 我们自己啦, 那甚至呢, 是会影响了呢, 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发展的, 那让同学可以增加呢, 我们对国家文化的那个归属感和认同感啦。 好, 那我接着呢, 也都会是, 阿汉老师继续介绍了呢, 就是, 就是, 课法技术部分的。 好, 那就, 那就, 讲回, 课法技术部分。 那么, 公子进行, 的知识那个层面之外呢, 那我们三个术科呢, 也都同时进行的。 那我们呢, 刚才都讲过, 因为希望维持他本身的学科的那个知识和技能啦, 那, 那在试艺科呢, 那我们的课堂的主题呢, 就选择了图艺茶杯制作的。 那大家看到了, 在那个学科层面呢, 我们仍然都是, 但是, 试艺科仍然都是, 加上设计啊, 那些工具啊, 啊, 啊, 或者是, 上有的方法等等。 那, 那怎样可以透连到礼文化, 而在以上大家看到的知识那里, 去到这个礼文化, 诚意的学习目标呢, 那样, 那在过程里面呢, 其实, 同学呢, 是需要为着他们想着这个杯是送给谁啦, 那就要想下那个人的需要的。 那, 那譬如说, 可能他做给爸爸妈妈, 他喜欢些什么颜色啊, 或者可能, 他可能, 长者的手没有那么灵活, 需要可能就是加一只小的耳朵啊, 或者可能他想做个杯盖啊, 那老师都让他做的, 那我们呢, 就希望他有一份心意, 去想一下用者的需要。 而呢, 在制作图艺的过程呢, 其实他们要明白呢, 有罪, 有规有罪。 另外呢, 下面这三个都很重要了, 就是他们要有内心, 就是不要烦躁, 要静心, 要有心, 那么那个图艺呢, 才可以做得好的。 另外, 当他做的时候呢, 如果他上色, 譬如假设他, 可能他想画一个圆圈, 在某一个位, 那, 可能呢, 他画的颜色呢, 都会有一些可能会太强啊, 令到那杯的焦点不好啊, 颜色不漂亮啊, 又或者他的厚薄做得不好啊, 或者杯的平衡做得不好啊, 都会令到那杯烧出来之后呢, 可能站不穩啦, 那样。 所以呢, 在过程里面呢, 老师都会给他们呢, 去看一下同学的作品, 又或者呢, 看一下其他一些, 就是很漂亮, 在网上我们找到的很漂亮的作品呢, 就希望同学呢, 明白呢, 和諧之美是些什么的, 那我们看一下那些同学的过程, 做的过程啦, 我记得呢, 老师跟我说, 第一堂呢, 他们都是很吵的, 就是第一堂他们说, 啊,你又怎样啊, 你又怎样啊, 周围走啦, 但是做到中间呢, 因为老师多次, 就是一两次的讲解之后啦, 他们就开始真的静下来啦, 发觉, 不静下来坐下呢, 是处理不了那只杯的造型的, 那大家都看到, 很有耐性啦, 那这些照片呢, 我进去拍的时候呢, 他们都真的很静, 就是本身是, 他们平时是很吵的, 就是, 他们真的学习了, 就是自己就要静下来啦, 那就, 雖然不是很专业啦, 他们弄一杯出来, 不过呢, 我觉得都OK啊, 那我们呢, 就放了在一些不同的位置, 其实图书馆呢, 我们都有摆展览的, 那大家就看到这几只啦, 就是, 事大找了几只, 我觉得都挺漂亮的, 就拍了给大家看, 那其实呢, 你看到在窯里面呢, 预备烧的那些呢, 都是他们很有耐性的, 那样静心的做出来, 就是老师反映的, 我听说, 之后已经很静, 大家就很用心去做, 还有, 他们很希望, 他们很希望弄到一只杯, 就是有一个, 真的想送给家人的, 我们应该好像最近才, 才派回给他们啦, 看到他们这样, 好了, 那另外呢, 就到体育科啦, 那体育科呢, 他那个知识层面呢, 就当然是说中国武术的要领啦, 还有, 实际来说, 就是做那个太极白色啦, 但是又如何扣连礼文化呢, 那在中国武术里面呢, 礼文, 礼就是, 譬如说我们要拱手啊, 我们要敬礼啊, 在中国武术呢, 是影响很深远的, 另外呢, 通过肢底运动, 我们希望他能够体会到精气神这几样东西, 那如果大家呢, 有看过呢, 这个太极拳, 由太极张三丰, 是不是以天屠龙的, 太极张三丰, 他呢, 他呢, 去发明这个太极拳呢, 应该都是在这个天人合一, 人和自然之间, 那个状态那里呢, 是发明出来的, 所以太极呢, 是讲求人和自然之间平衡的状态,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希望呢, 他们锻炼的时候呢, 就学到这个中和之道了, 那最后呢, 当然是, 希望成全帝文化啦, 就是中华文化啦, 那太极呢, 亦都是很适合呢, 作为一个长期修养身心的良好运动, 那希望呢, 同学可以耐化这件事了, 好了, 那大家看到呢, 课堂实习的时候呢, 其实呢, 他们都不是很齐整的, 那样的, 但是当最后呢, 那个成果呢, 他们是做得很好, 那我们都很开心啦, 他们其实都理不了啦, 我记得老师第一堂呢, 叫他们站定, 就是静心呢, 都站了很久, 都未曾处理到的, 但是呢, 后来就做得很好啦, 好, 那我们呢, 第三部分呢, 就是科技与生活啦, 那就是花茶啦, 那呢, 当然本身历史呀, 那个抵运呢, 刚才赵老师已经讲了啦, 那所以呢, 本身学科知识呢, 我们就是怎样充泡啦, 还有怎样储存呀, 教他们可能买呀, 怎样买呀, 因为可能他们都, 之后都想做的嘛, 那怎么去引入禮文化呢, 那其实我就觉得都, 都很, 就是很广阔, 很容易的, 我自己做的时候觉得, 很多位都可以切入的, 那最重要呢, 都是中和之道啦, 就是他们去调配的时候啦, 我都喝过很多杯, 他们调配出来的话, 真的一点都不能够中和啦, 就是可能很酸啦, 很甜啦, 那他们都后来很有兴趣, 很有心机呢, 希望在他们中间这些, 就是那个材料里面, 找到那个中和之道啦, 那其实都是要静心, 去喝, 去感受, 其实哪一样东西多了呢, 那另外呢, 认识禮文化之余, 都懂得去欣赏同学的成品, 和呢, 是发自内心, 去给自己的意见, 喝完之后觉得, 嗯,喝完真的很舒服啊, 那样, 另外呢, 我就觉得, 下面那个生产流程设计啦, 就是做那个成品出来之后呢, 是可以好, 就是给他们反思到, 什么叫做, 在我们生活里面, 和而不同这个意思的, 那好了, 那就看一下啦, 那我就预备了这些材料的, 其实当时, 那这里是一张桌子, 其实还有另外一张桌子, 都是摆满了很多, 我想几十种, 有几十种给他们试,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些材料是怎么用呢, 其实我之前都是在, 透过网上的平台, 就放了很多的材料, 和片子, 给他们去逐一个, 他们有兴趣呢, 就按下去看一下, 是什么来的, 那他们呢, 需要做一些表格, 去记录他们冲炮的过程, 和那些分量的, 好了, 那你们看到了, 那我们都很严谨的, 好像刚才赵老师说, 冲炮很严谨的, 数完, 数完有多少粒之外呢, 我是给一个磅, 要磅一磅, 那个材料有多重啊, 那就希望呢, 制作的茶包出来, 品质是好的, 亦都可以送给人, 好了, 那接着下一版, 那就看到, 他们就很认真地, 拿到他的iPad, 就在工作纸上呢, 就记录着每一次的冲炮过程, 那我们都真的很细心地, 你看到下面, 我们品尝了之后呢, 就有个记录表了, 那呢, 就希望他们知道, 就是我们, 那个不好喝在哪里呢, 或者, 为什么那杯好喝呢, 那我们都会, 每一堂都会有些分享, 这样的, 好了, 最后这个过程呢, 就比较精彩了, 那我就要他们做些茶包出来, 那我就想说呢, 想分享就是, 他们一开始呢, 就一开始, 我就没有说些什么的, 我就要做这几个流程了, 那样, 他们很兴奋, 到处走, 跑来跑去, 结果一头十五分钟呢, 已经发现很乱了, 譬如第一个部门, 就骂第二个部门, 哎呀, 你都还没给点东西啊, 我现在又进不了袋啊, 那我就知道, 他们一定会出现这个的, 结果就停下来, 那简单来说呢, 下面就提到, 我们是不断反思, 检讨再反思, 结果呢, 其实就很快完成了, 同学呢, 就发现呢, 其实我们, 我也有问过他问题, 你觉得你想做第一个部门, 还是最后那个部门呢? 那有些人就说, 其实我觉得最后那个部门的同学真的很好, 一包和我们检查, 贴好成品, 确定每一包都是很好, 那还有呢, 他们中间有些同学呢, 平时可能都是, 他们觉得, 哎呀, 这个同学上课经常是导弹啊, 或者怎么样, 那天呢, 都能够很欣赏他们, 而且很谦虑地接受别人的意见, 而且呢, 做到接制, 不会觉得大家有差异, 都是为同一件事, 那我就觉得呢, 在反思那里呢, 实在真的可以做到, 体现到和异不同, 他们也是深深地看得到的, 好了, 那这些呢, 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成品, 那我们就在整个展示会里呢, 就是派给老师和同学的, 好, 那另外呢, 想说一下, 就是图书馆究竟和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就是, 他们帮我们呢, 就举行了几次主题的线上讲座, 那, 其实都还有, 那个主题书展呢, 太极那部分呢, 我们就放在书展那里比较多的, 那另外呢, 就是那个作品展, 除了在走廊放, 我们图书馆也都放了, 就配合了那些主题书展的, 好了, 那最后呢, 就是一个成果展示会, 那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呢, 以往我们都试过不扣连, 就是没有一个展示的机会, 那结果就不可以做到很耐发, 那今次呢, 我们都想同学呢, 知道呢, 透过这些计划呢, 我们都可以给一些同学呢, 展示到他自己的才华, 有些部分他做得很好, 那, 另外呢, 就希望他们可以那个礼文化, 学到刚才我讲解的, 就是介绍的几个部分呢, 是可以耐化的, 那那个主题活动日呢, 就是包括了以下了, 譬如我们那一早就有组读啦, 那样, 跟着就图艺的展览啦, 派花果茶啦, 那周会呢, 就是给同学分享一下他们学习的一些的体会啦, 还有呢, 有个态抑拳的表现啦, 那大家呢, 就看到那些同学呢, 整齐很多啦, 而且呢, 我们那天呢, 邀请全体的中二级同学呢, 就在台下, 和台上, 就是做得比较好的同学啦, 就做一个示范, 就完成了一个太极拳啦, 那他们都很开心, 很有成功感的, 那最后呢, 因为我们的开展, 是由潘校长, 去开展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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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计划啦, 就是对今次活动呢, 有些什么意见, 或者他们自己的感受啦, 那所以我们都透过呢, 就是一些质性的问卷啦, 那去呢, 了解同学对今次计划的一些意见的, 那我抽了其中一个同学呢, 那个的, 就是意见出来, 可以给大家看看, 那因为我们是有几次那个的活动, 那所以, 啊, 每场活动呢, 同学都可以在旁边呢, 是写下他的一些的意见啦, 那比如可能是对, 啊, 查的由来啦, 或者是对荔枝用和玫瑰的意思啦, 透过我们校长那个的周会那些的讲解啦, 令到同学可以, 哦,原来他们在那里接收到, 那个的信息的, 而且呢, 知道呢, 荔枝用和玫瑰的那个的应用, 或者是呢, 我们的由来是怎样的, 有或者是对这个的送的, 就是经济啦, 外贸啦, 发展啦, 或者是对这个的茶叶啦, 或者是涂器啦, 他们那个的外消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啦, 透过呢, 就是在学科上面, 譬如是家政, 或者是呢, 这个的体育科, 或者是呢, 试艺科, 他们呢, 怎样可以呢, 是了解到, 就是太极, 怎样可以是对这个的身体, 或者我们怎样去追求呢, 就是那个的平和啦, 那另外呢, 就是呢, 制作的时候, 怎样可以跟同学之间, 我们呢, 能够达到就是, 在那个的制作的时候, 可以和而不同啦, 那这些呢, 其实都见到同学, 他们是会有这些的回馈, 给我们知道呢, 就是那个的计划的一些成效的, 那而去到最后就是呢, 就是呢, 同学呢, 我们都要他呢, 就是再延伸去呢, 反思一下啦, 因为呢, 我们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啦, 那而离之用和为贵呢, 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来的, 那而且呢, 就在现今的青年啦, 那其实我们都明白呢, 就是社会的发展啦, 也都很快啦, 那接触呢, 很多一些的, 就是可能互联网一些的讯息啦, 或者是代人字幕之间啦, 其实呢, 可能那个方式都已经很不同啦, 那但是我们都想他回归回就是呢, 在那个的社会发展, 或者是呢, 他们接收那个的讯息多元化之外, 但其实都不忘呢, 就是我们一些中华文化里面, 一些核心的一些的价值的, 那希望他们可以呢, 就是呢, 都学习, 也都呢, 能够是传承到呢, 我们一些的, 就是离的文化, 可以呢, 应用在那个的生活当中的, 那而老师方面的一些反思啦, 那其实这次的活动, 也都呢, 很荣幸可以参加到, 那而我们呢, 其实就是一开始呢, 都希望可以呢, 就是参加了活动之后呢, 其实能够将它延续下去的, 那所以呢, 你会看到,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四位成员啦, 那在当中呢, 是有些资深一点的老师, 有些是年轻一点的老师, 那其实呢, 就希望呢, 就以舊戴心啦, 可以是将呢, 就是那个的, 有文化传承的一个用意啦, 那还有呢, 就希望可以呢, 是, 当然更加多的老师呢, 一起去参与, 令到礼文化呢, 推展呢, 可以更加顺利, 和呢, 是广泛啦, 那而且呢, 就是呢, 我们今次那个的, 我们是尽量令到呢, 所有的过程的内容呢, 是能够有机地结合我们原有呢, 本身要教学的那些课程内容, 那不希望呢, 是偏离得太远的, 那而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觉得是可以令到同学呢, 将以学的那些的礼文化, 和我们以学的那些课程的文化, 互相是结合, 那对同学来说呢, 就不会觉得是质压啦, 那在, 那最后我们会12月, 应该是上年12月, 不好意思, 那我们呢, 是进行了一个呢, 就是成果展示会啦, 那其实这个的展示会是一个州会来的, 那也都是举办回给喜欢的同学, 他们自己呢, 去看回呢, 就是, 我们呢, 是三个月以来呢, 一些的学习的成果, 那其实呢, 对同学来说呢,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的作用啦, 无论是他们即场是示范那个的, 太极拳那个的展示啦, 还是是呢, 就是我们在图书馆啦, 是去展示同学那个的图书那些的成品啦, 或者是同学呢, 将呢, 那些花果茶带回家呢, 去呢, 是让家长呢, 去品尝啦, 那这些呢, 不同的一些活动, 都希望同学呢, 就是活学活用的, 那也都希望呢, 就是我们能够做到, 就是不同层面啦, 在学校推动呢, 整个礼文化的活动, 那去到最后, 当然就是, 想多谢一下呢, 就是香港中文文化促进中心呢, 举办离行天下这个的计划啦, 令到我们是有机会, 将离文化一起呢, 是付诸实核的, 那我多谢各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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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谢, 很多谢, ogl and 秋秋中学的分享, 牙时间呢呢, 就很浪贵了, 那我现在马上呢, 就邀请一下唐太呢, 对他们的回报呢, 做一个评审的点评。 好, 谢谢, 谢谢了, essays 樞教授, 谢谢梁博士, 刘教授你好, 各位老师好, 好,我聽到今天早上的老師的分享, 我會看到,我正正是印證到, 當時九龍真光中學在他們展示的結論的時候, 他們說到關於輸入活水。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我怎麼看元朗裘錦秋中學的這個計劃呢? 由我閱讀他們的計劃書, 到訪校的時候參觀他們的活動, 老師的簡介和總結。 再到今天,他們在這裡分享他們的成功經驗, 我看到他們將這個試驗計劃, 或者我將他們視為一個總子計劃, 其實他們是不斷不斷地在這裡成長, 我很開心看到這樣。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今天他們的分享, 和當日我們在學校聽到他們總結他們的經驗的時候, 已經不同了。 有什麼不同呢?我等一會再說。 這個規模雖然不大, 所以我視它為一個總子計劃。 但這個總子計劃, 無論它在理念, 或者是他們目標, 以及他們的策略方面, 都是在正確的軌道上在走著。 而且,我看到他們是慢慢在成長中的。 這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 事實上,推行禮文化的傳承 絕對是價值觀教育中的重要環節 大家都知道,當我們推行價值觀教育的時候 我們必須貫徹知情意行 讓學生培養他們由認知到實踐 由內化到外展 而且這個跨科組的工作 事實上,它能夠起到一個協同的效應 是提升的成效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而是在這個基礎之下 開展他們的種子計劃 如果以概括來說 我覺得有幾點值得肯定的 第一,知 不僅學生要知 學生當然要知道 老師也要知道 所以如何裝備這個老師 是相當重要的 我看到 校長、其他老師在配合這個計劃推行的時候 其實他們如何裝備教師和學生 這一點他們做得相當好 第二,我們要結合現有的課程 又或者學校他們現在的關注事學 我知道學校他們很重視中華文化 所以他們有很多學校本身很特色的課程 例如論語的學習等等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邀請學校去參加這個獎禮計劃的時候 老師就說,哎呀,我沒有時間了 我哪有時間去寫一個計劃出來 剛才大家看到,無論是真光中學也好 或者是元朗求錦秋中學也好 其實他們都是在這個現有的計劃底下 我們更加的焦點清晰一點 去推行這個禮物化計劃 所以如何結合現在你們的關注事項 結合不同的學科他們在做的工作呢 這個理念是相當重要的 老實說,其實每一個科或者每一個組 他們在推行這個價值觀教育 因為我剛才說了,禮物化是價值觀教育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推行這個價值觀教育的時候 各科各組都有責任 他們無論在學習的內容等等 或者他們一些教學的方法 在策略上都會勾到這個重點 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元朗求錦秋中學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起動是相當之好的 第三個很重要的 是整個活動 整個的計劃其實都很豐富 設計的重點 核心當然是等於一個和諧那裡 我亦都看到其實在選擇的學習內容 既有一條主線亦有一條負線 那個主線就是茶 是不是?就是茶 透過茶的貿易 它的傳播 中華文化的傳播和傳承 以示到這個茶文化 當中包括了泡茶的過程 為什麼這麼嚴謹呢? 為什麼這些好像形式上 我們要這麼執著呢? 原來它是帶出了我們一種堅持 我們一種執著 是很重要的 我們唯有這個堅持和執著 我們在我們生活上 我們才能夠往往是有罪 今天來說 我們推行這個禮文化傳承計劃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社會是和諧 我們的生活是有罪 我們的年輕人都能夠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 去學會這件事 去身體力合 所以我們會看到 在茶文化方面 比如拋茶、飲茶 以至到茶具的製作、一些的營製 我記得在上星期 其中有一間獲獎的學校的老師 他們都是用茶作為他們的設計的重點 當中說到 他很深入去說到 為什麼茶具的設計是要這樣呢? 甚至說 花茶如何去調配 令到它是中和 所以我在整個茶的重點裡 我看到學校是很強調 學習的動機和興趣 如果學生沒有了學習的動機和興趣 哪怕你的設計多麼特別也好 都不能推行 所以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 另外也很強調互動和實踐 讓學生有反思的機會 尤其是讓他們透過身體力行 去體會到身、心、心之無、靈的中和之道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和諧和有罪 另外他們也有一個副線 另外一個學習的內容就是太極壓 在這裡我就不多說 我不多展開了 所以總結來說 我會看到學習內容是相當豐富的 第四方面就是 學校會持續去檢討 因為我們去到學校的時候 我們也了解到的情況 我們了解到 原來老師會因應學生的表現 在學習過程中的一些難點 他們會提供一些支援 和調整策略 這是相當重要的 而參與這個計劃的科組 他們也會協助評估的工作 剛才我聽到老師多次強調 學生本來是怎樣的 但他經歷了一些學習 他就怎樣了 變得有耐性 變得是願意去配合 互相配合 去合作 去完成他的工作 這也是在在我們看到 計劃的一些成效 第五方面 我們很欣賞的 就是那個已舊大身 既然我們是說全城 我們就必須要呼應這個計劃 我們能夠已舊大身 所以當時我們的印象都很深刻 有些是教學年資比較淺的老師 他們都告訴我們 他在這個計劃裡 他的得著是甚麼 所以在這幾方面 我覺得是學校值得肯定的地方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所以持續發展是很需要的 有幾方面我都可以給學校參考 我視這個計劃為一個總子計劃 他的實驗性是很強的 所以某一些地方 我們可以再進心 譬如說 我們現在是這個主題 你們引述了一段論語裡面的說話 我們看了開頭這兩句 但是後面那幾句文字 我不讀出來了 我們是否可以再深入 去了解去探討 例如一些禮儀 或者我們講到一些節制的問題 究竟是甚麼 其實我們可以在主題的含意 那裡再進身去探討 以及與此同時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 豐富了那個知 那個閱讀的材料 簡單來說 中華文化的經典的閱讀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探討 剛才我提到 我覺得學校是持續在進步的 因為你們參與 因為我記得我在學校聽你們做總結的時候 我當時就說 如果每一科 因為當時是有不同的科組的總結 我們的總結 是能夠更加讓人看到融匯貫通 讓人看到緊構的主題 就更加好 但是我看到今天 大家在這方面是有進展的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之好 這也是你們需要向這個目的 朝著去邁進 因為科組的緊密合作是非常之重要 第二方面 我覺得這個可以將它恆常化 成為你們學學價值觀教育的一部分 尤其是加強科組的協作 第三方面就是 我們如何加強校園的氛圍 因為那天我也有深刻的印象 去到圖書館參觀 展出學生的作品等等 於是我就在想 學生會不會都有機會 他們去導賞 他們去解釋他們製作背後的一些 和禮文化的一些意涵的東西 這個其實都是能夠 分為方方面面 它有一些硬件的 例如我們剛才看到 九龍真光中學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文化室 當然這個硬件的設置 是相當之好 但是 分圍是可以方方面面 有些是屬於硬件 有些是屬於我們身體力行 我們表現出來的一些東西 我們是互動 所以在第三方面 我覺得在學校的分圍方面 我們可以繼續加強 整體來說 我們很恭喜老師 是這次獲得這個優秀的獎項 我們覺得是實至名歸的 那老師繼續努力 好 謝謝唐太的點評 接著我們大概十分鐘的時間 都給大家可以 就著剛才兩間學校的介紹 有些什麼提問 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地方 大家可以不要客氣 透過這個平台 把這些問題反映出來 那我作為主持 一直聽 一直都想問一個問題 今天我最大的感受 兩下給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 如果九龍真光 他們是用中文科做一個主題 本身是一個 就是中文科裡面 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大的 禮民法的載體 也能夠做到跨年級 他也有做到一個 去人民學科州 去其他人民學科的活動 那這個 這個 裘錦秋 剛才反過來 他有一個 或者說得不對 他有一個 我剛才接觸這個學校的時候 他有一個 家政科 一個藥科 傳統來說 很小的藥科 但是他又可以 很活潑地 聯合到中史 太極 圖毅 來一起做一個 很活潑 很深入的一個主題 所以我覺得 其實在推廣禮文化 就是可以百花齊放的 就著學校的實際 不知道 就是 真光學校的老師 會不會 又再考慮 好像 求錦秋 將你們那個禮文化 那個版圖 那個影響力 又再擴大 有沒有這方面的考慮 是吧 然後 反過來 就是 求錦秋 學校 你這次 一個這麼好的總指 將來 又會不會 又再去 發揚光大一些呢 這樣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嗎 謝謝 謝謝 梁博士 剛才聽到的一些提文 又不是提文的意見 或者是一些分享的方向 其實 的確 我們申請的時候 都是 因為我們四位都是中文科老師 我覺得 我們都有一些限制 應該這樣說 或者 申請的時候 我們都會比較多 著重在語文學習中 但我很記得 為什麼我說在過程中 我也有很多學習呢 其實就是 盧教授 和唐太 來到訪校的時候 其實都 讓我們去 明發到 其實禮文化的推廣 其實是需要 全方位多些 所以其實 剛才我也多次聽到 要持續發展這個概念 我自己都學習了 牢牢記住 所以接下來 其實我們 都真的朝這個方向去做 比如舉個例子 我們接下來的學校 會有宗教授 其實宗教授 其實宗教授 其實聖經 我們學校也是基督教學校 其實聖經裡面 很多的根據 很多的做人的道理 其實都是跟 跟禮 人藥和敬是有關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 宗教授裡面 我也跟宗教主任有談過 可不可以 都有一些 聖經金句的介紹呢 另外 會不會找一些 跟人藥和敬相關 又跟聖經精神相符合的 一些的 聖經故事 我們舉一些 一些投票活動 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聽到很多 前輩的教授 我們都很希望 會逐步逐步做得更加好 還有剛剛 其實我聽完 兩位 求錦森中學老師的分享 我也覺得很好 因為我們學校 其實都有一個 中二級的普通話 茶藝課程 那我剛才覺得 哇 很多很好的知識 怎麼呢 我剛剛一路聽 我其實一路寫 是 一路記下來 其實我覺得 那個 除了校內推廣之外 我其實都很希望 多些有機會 可以跟不同學校 有多些的交流 就是 將這個禮文化 那個學習 那個不單是校內 希望在那個 學校的網絡裡面 都可以互相欣賞 互相學習 那我覺得 真是很感謝 香港中華文化中心 給到這個機會給我們 多謝你 多謝你的分享 那周的老師有沒有回應 有啊 我們剛才 就剛剛 跟 相反 因為我們就 好像 在這個分享會之前 就將一粒種子 就種在中文科了 就可能我們這次就試一下 中文科 就是用禮樂的方法 那另外呢 剛才 唐太不是說 太極的副線 那樣 我們就 已經是想 已經想了 要恆常化了 就在 form 2 就 全線 就一定要學太極 那樣 就是 將它抽出來 就是未必是 好像一個計劃那樣 但是就變成一個 行常的課程 因為同學都覺得 很好玩 我們就 就會將它放回去 我們抽出來 就變成一個 真實的課程 那樣 那 我相信 我們有信心 可以種得起 那棵種子的 那希望 我們有 還有我們很希望 將來有機會 就是 就是 除了是搞這些計劃之外 譬如剛才 我們都說過 我們其實本身 可能有些老師 對中華文化 或者年輕老師 都想有些 多一點的認識 那希望 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可以在這方面 都將來給多一點的支持 老師 讓我們可以 有多一點的知識 就可以推廣的時候 我們更加得心應手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我們都欠缺的 可能要靠外間這些 就是有經驗的機構 幫我們處理這個部分 是 是 那我還有一條問題 都想 希望 盧教授指點一下 我就覺得 就是我們 譬如說 周潮那時候 很重視禮樂 其實禮樂 本身是 合一的 那到今天 我們又好像很難 將它結合 那樣的 那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呢 其實 盧教授 是 這個問題 其實 如果要花時間說 亦都是要 真的 我想時間 也都未必許可 但是來說 我們說禮樂禮樂 基本上 我們行禮 是要有鼓樂的 那如果鼓樂 如果相對今天的節拍 來說是比較慢 或者是今天的戲劇來說 我們今天 可能在博物館那裡 我們才可以看到 但是不讓你碰 那我們只能夠 聽回過去的 或者一些綠制 或者仿制的一些聲音 那 周潮的當然它是能夠做到 以至我們過去唱詩經 是唱出來 都是要配合音樂的 問題就是說 被秦火燒一燒 那些樂譜都沒有了 六經變為五經 去到漢代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能夠行禮 而去到漢代來說 音樂是重要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 可能演繹過去的 所以慢慢轉向 就視乎意義內在的精神 就是剛才可能兩間的學校 都有提到這一點的 我覺得是可以做的 但是你說要完全 可能要仿校 或者是做回過去的周岳 那個情況 未必 我想中學 它的條件可以做到 但是文本方面 比如你看樂論 也會有很多的 特別剛才提到中和 其實在樂論裡面 其實很多提到中和的那些 如果還有少許時間 我用一分鐘說回 就是剛才中和的問題 其實 裘錦秋中學 我剛剛聽到 提出一點 就是說學生 進去做那些詞藝 進去和之後 很寧靜的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所提到的 一個 一個我們正心和誠意 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專心的 這個正就是一種的體驗 而你配合和而不同的看法 和呢 當然我們那個過程是要和 盡量調和 但是每人品茶做出來的詞 其實是不一樣的 關鍵是重於那個過程 這個過程呢 就是一種勁 能夠體驗到勁 如果你在那個文本裡面 配合文本多趕一點 就能夠達到 更加可以緊貼到 你的精神 多謝林博士 好 多謝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和我們都沒有收到一些其他問題 那我們希望大家以後 都能夠多一些其他場合 可以分享 最後想請唐太 做個總結 和介紹我們一些 接下來的活動 這樣 是 其實就 不是一個什麼特別的總結 反而我想藉著這個機會 是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在未來的工作 剛才我聽到老師都說 我們希望可以多一些知意 那方面 就是認知那方面 剛才你也聽到 盧教授非常好 和我們補充了一些 在禮方面的知識那方面 這個我們是明白 事實上我們是配合 這個文化傳承計劃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有一些 叫做教師的培訓活動 我們主要是兩條腿 第一條腿就是 屬於知識增益 知識增益 我們是邀請專家 和我們主持專題演講 事實上在過去 我們已經舉行了七場 在七場的演講 盧教授也很好 因為盧教授他本身是一個 研究的專家 而且他也很熟悉 在學校裡面 學語教的生態 所以在他的演講裡面 除了他給我們一些 知識之外 他更加跟我們分享到 如何把這些知識 放進老師的教學裡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 如果你們在過去 沒有聽到盧教授的兩講 我極力推薦大家 去到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的網頁去看 在過去我們舉辦了 七次專家的演講 在接下來六月 我們會舉辦三場專家的演講 第一場就是劉惠林博士 他從禮樂文化 探究禮樂文化 去跟大家展示到 那個師教 在當代社會的意義和實踐 這是劉惠林博士的演講 第二個演講 就是施仲謀教授 施教授 他做了一個研究 關於香港學校的校訓 他留意到 其實香港學校的校訓 更大都是受這個儀家思想的影響 他往往體驗到 傳統道德、中華文明的承傳 而且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很強調禮儀 禮儀 所以施教授 會從他的研究 作為一個切入點 去探討禮的重要性 禮的多重涵義 還有他分享 傳承禮樂教化的 一個現代的價值 我希望可以 對於中小學的老師 或者所有的老師 都有一個啟蒂 第三個演講 我們請到朱淑學老師 朱老師是一個非常資深的 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的老師 他曾經獲得行政長官職業教學獎 他會跟我們分享 他在學校裡面 推行禮儀的一些經驗 朱老師告訴我 他說 固然他會分享一些成功的經驗 但是其實他也試過 有一些不成功的地方 他覺得這些很值得 跟老師去分享 讓老師可以知道 是怎樣 從一個成功的方向去設計 這三個講座 三位講者 除了從一個理論出發 讓我們在禮 對於禮、禮獄、禮儀、禮的 這個主題方面 是有一個知識的輸入之外 他們三位都會從 他們有什麼建議 所以我覺得教師 真的不要錯過這三場演講 除此之外 我們除了有一個知識增益之外 我們有另一條腿 就是學語教分享 其實今天這個講座 就是我們學語教的系列 我們配合這個獎勵計劃 因為我們有八所學校 他們獲得卓越或優秀獎 我們就邀請了這八所學校的老師 跟我們分享 總共是四場 事實上在我們這四場 我們4月30日是第一場 5月7日是第二場 今天是第三場 而第四場是下星期六 是21日 都是在線上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除了我們這四場的獎勵計劃 得獎學校的分享之外 事實上我們在之前 在第一屆的獎勵計劃 開始報名之前 我們也舉辦了四場 總共有八所學校 包括中學、小學 來分享他們在直觀教育 在推行禮文化方面 他們的一些心得 所以總共來說 我們連同下星期 我們總共舉辦了八場 學語教分享 總共有十六間 包括中學、小學 他們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而在專家的演講方面來說 我們連同六月的三場 我們總共有十場 這些資料 我們一完成了之後 完成了講座或者分享會之後 我們會馬上奪上 我們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的網頁 所以現在有很多資料 都可以看到 我相信這個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對於禮 這件事 它的內涵 它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必須要大家能夠掌握到 那你設計出來的計劃 才留下緊構的重點 因為如果你說在第一屆 那個獎勵計劃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可以又是上網 你看回我們在4月9日 在4月9日 我們舉行了一次的簡介會 這個簡介會 其實我們是為了配合 第二屆獎勵計劃去舉行 而在那一次的簡介會 我們除了介紹 第二屆的獎勵計劃 是如何如何之外 盧教授 他跟我們總結了 在第一屆獎勵計劃 參賽學校 他們的一些特色 和他們的優點 而宣揚禮精女士 我們其中的一位評審 他總結了 我們究竟如何 更好地 去贊以一份計劃書 所以我覺得 是很值得大家 去重溫的 尤其是 我再次引用 剛才九龍真光中學 他們提到 活水 我們教育界 真的很需要活水 我們不斷地去流動 我們不斷地去進步 我們最後的目的 就是希望我們學生 無論在他的品德行為 他盡德修業各方面 都有所增益 所以我在這裡鼓勵老師 無論你的計劃 是中環交錯 互相交織 好像九龍真光中學一樣 又或者 好像元朗 他真的很想嘗試 於是 他是用一個 我認為他是一個 種子計劃 他自己希望 播放這顆種子 他去嘗試 但嘗試之中 我又看到 他並沒有額外 增加了他 很大量的工作 而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學校的得著 是怎樣呢? 一開始的時候 曾光的老師也說了 我就說 真是好 他在跟我們推動 這個第二屆的獎勵計劃 是吧? 究竟參加這個獎勵計劃 他們有什麼得著呢? 在這裡我不重複 大家可以重溫 今天我們整個的講座內容 所以我很鼓勵大家 參加我們第二屆的獎勵計劃 其實已經開始了 我們的截止報名日期 是7月29日 還有一個很充裕的時間 如果大家在參加這個計劃的過程中 如果你們有什麼疑問 或者一些問題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 中環文化促進中心 這個計劃的秘書處 那裡聯絡 我們的同事 一定一定 可以幫你解答到所有的問題 好了 今天的時間 差不多了 不過我最後 就是我剛才提到持續發展 我自己覺得 我們在這個計劃上 我們是推動了 形形式式各方面的工作 對於我們推動這個計劃來講 我們都需要持續發展 以及持續進步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 填寫我們的問卷 給我們更多意見 無論我們今次的主題是禮文化 或者未來我們是有不同的主題 我們都希望參考大家的意見 希望我們的工作是做得更加好 我們希望和學校和老師 是攜手 我們是為我們的教育 尤其是中華文化方面的教育 輸入活水 生生不息 傳承優秀的中華文化 很感謝大家 再見 好 再次多謝兩間學校的老師的寶貴分享 多謝兩位評審的點評 多謝各位的參加 我們下次是最後一次的分享會 希望可以大家再見到你們 好 多謝 再見 再見 多謝兩位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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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走 再見 再見 多謝大家 多謝各位 多謝老師 再見 多謝 多謝 我們遲些有機會多些交流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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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多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